我拐了一个大宋状元郎 更新制 第28章 简介 女主角拥有一个能够连通各个世界的神秘书店 通过与不同世界的顾客交易 不仅改变了他们的命运 也成就了自己的传奇 她通过书生苏逸臣向平行世界的宋代 传递知识 技术 美好生活的理念 避免了健康支持 自己也获得了功德和名利 她通过向韩浩宇 传播文学文化知识 以及特定科学技术 点燃了文明火种 重新唤醒了模式复苏时代人们的家国情怀 自己也通过高薪科技 治好了自身的疾病 她通过向修真世界传播科学知识 使云无痕科学修先法力无边 自己获得了修真功法 并加以修炼 美貌永住 延年易寿 还能让全家受益 她向西幻世界传道 把整个世界都变成了自己的自留地和庄园 最终 只有她最爱的人才能和她顶峰相见 第一章 赶考书生 2024年8月 夏日午后 古今书屋柜台内 趴在前台睡觉的顾曼 被一阵静刻的铃铛声吵醒 抬起头的一瞬间 她直接就是瞳孔地震 棱角分明的帅脸 扑面而来的青春气息 宽肩窄窄腰大长腿 帅 秒杀内余的帅 而她凝视着的少年 脸已经红到了脖子根 少年一拱扫地 头都不敢抬 娘子恕罪 在下绝非有意冒犯 还望娘子海寒 冒犯 哪里冒犯 顾曼看看自己身上的短袖 和露出来的两条手臂 再看她 穿着一身汗服 棉麻质地 洗得发白 不像细服 扶头下露出一点病脚 显然是真发 也不是横电常见的古装头套 再加上看见白胳膊就脸红 难道是古代人 顾曼套上防晒服 遮住胳膊 试探她道 没事的 这位客人 你从哪里来 到我店里 是要买书吗 店里 买书 小帅哥听到顾曼这么说 亚然抬起了头 斟酌再三 她冲顾曼一抱拳 在下宿一城 长山人士附近赶考而来 因丢了行囊 追赶毛贼 才不小心误入贵宝地 在下明日就要进考场 不知姑娘店里 可有赶考所用之物 真是穿越的 顾曼虽然被她狠狠率到 但也不至于被美色冲昏头脑 对她说的暂时保留态度 不过 既然她要买东西 那来者是客 自己没必要盘问太多 她走出了柜台 引导她跟着自己 这是我家书店 各类书籍 文具都有 你只管说 你需要什么 店里有的 我童走无期 店里没有的 我也可以从别处进货 顾曼倒要看看 这个古代人 想要买些什么东西 听她这么说 苏一辰犹豫半天 从怀里掏出一块玉佩 在下线再深无常物 只剩这家船玉佩 现将她抵给娘子 来日愿以黄金百两赎回 只需要娘子 帮我筹措文房四宝 硬考的书籍 考院里的干粮灯竹 行李被入 虽然这店 这人都十分古怪 但那毛贼 估计已经追不回来了 而他明天就要去考试 线下也只能 死马当活马医了 顾曼伸手 接过了他递过来的玉佩 何田玉 雕工精美 质感油润 整个气形古朴大方 是辽经两宋时期的风格 这东西即便不是古董 少说也能值个几千块 即便苏一辰不拿黄金来赎 他也不会亏 于是顾曼转向他 眉眼弯弯 笑出了两个小酒窝 那就助你金榜提名了 东西我一样一样 给你找 把自来水毛笔递给了他 这个你先看看 顺不顺手 合不合用 苏一辰接过自来水毛笔套装 看里面有一根笔 还有一个形状奇怪的东西 暗上面文字 写应当是墨囊 他抬起头问顾曼 这是笔 顾曼看着他瞪得圆溜溜的 好奇的眼睛 笑了 这是不用占目的毛笔 随写随用 不用的时候盖上盖子就行了 你先试试 用不惯的话 我给你找普通的毛笔 顾曼从便签上撕下一张 递给苏一辰 又拆了包装 把自来水毛笔递给他 苏一辰接过毛笔 尝试着在便签纸上 写了几个字 这自来水毛笔是尼龙毛 毛质偏硬 和苏一辰日常所用羊豪和狼豪笔都不一样 但最重要的是 真的不用占墨 一写就出 从前他要想写字 要捣水 沿墨 写几个字就要占一占 而他用自来水毛笔写字 只需要拔开盖子 这要是拿到考场上去 能省多少功夫 别人墨都没演好 他已经粪笔记书好半天了 直接赢在起跑线 更何况 不用研磨 不用倒水 也就不容易 使考卷弄上脏污 适应了一下之后 苏一辰底下的字迹 越来越工整秀里 顾曼在旁边看着 心中不住点头 这年轻人果然有点东西 光是这一手漂亮的小凯 就不知道练过多少年了 苏一辰将一整张 便签纸 写满了迎头小凯 可是手中的毛笔 依然可以出没 他满脸惊叹 这笔究竟能一口气 写上多少字 简直是神物 顾曼被他这副 没见过世面的样子 深深地取悦了 写个几百上千字 应该不成问题 如果没墨了 看见那个墨囊没有 拧开后盖 把墨加进去 就又是一根好笔 苏一辰拿着这价值 七块钱的自来水毛笔套装 仿佛捧着什么 价值千金的宝物 这是现代社会 完整工业体系 对农业社会土著的冲击 你考卷有多少字 为了保险 多带上几套吧 有了这个 其他的文房私保你 还需要不 苏一辰把自来水毛笔 放在手中反复把玩 连连赞叹道 够了 足够了 下一步是寻找备考书籍 虽然明天就要考试 但是临阵磨枪 不快也光 能先看看书 总是好的 可是想到这里 顾曼灵光一现 找什么书啊 我直接帮他开挂 说吧 他转向了苏一辰 你是宋人吗 来自哪年哪月 我帮你看看 你明天要考的是什么帖 苏一辰皱起了眉头 我是大宋子明 西宁年间人士 娘子不是吗 顾曼轻轻摇了摇头 娘子如何能知道考题 难道 你有什么官面上的关系 如果顾曼连明天 要考什么题都知道 就太过神通广大了 只怕整个朝廷 都已经被他透成了筛子 而且 他居然不是宋人 难道是撩人 就在他胡思乱想的时候 顾曼微笑着开了口 我这里不是大宋年间 而是千年以后 西宁年间的事情 对我来说都是历史 那一年考了什么题目 我一查便知 心脏飞速跳动 苏一辰自从进了古今书屋以来 受到的种种冲击汇集在一起 都不如这句话震撼 也对 他这身衣服 这一屋子模样奇怪的书 与从前不同的字体 还有神奇的笔 奇怪的文具 他一脚踏进了未来世界 这里随便一件东西 到了大宋 都有可能引起一阵震动 更何况是西宁四年科举的考题 第二章 拒绝作弊 苏一辰心潮激荡 久久不能平静 他不得不承认 在那一瞬间 他的心思也有一些动摇 但最终 一直以来受到的教育阻止了他 但在下虽不才 但也不愿做这训私舞弊之事 金榜提名 在下愿靠自己的实力去争取 顾曼一正 面前少年看起来不过十八九岁 虽然高大 但总给他一种 随时能掏出小天才电话手表的 大只小孩哥的错觉 可他这一身蒸蒸风骨 已经让人心折 古代科举考试 中了进士就是国家公务员 其重要程度远胜于当今的高考 说是逆天改命也不为过 在这样逆天改命的机会面前 他居然守住了自己的底线 顾曼没有执着 而是玩耳一笑 那行 你跟我来看看书籍吧 他记得 店里好像有几套四书五经的 数版繁体存货 于是他引着苏毅成 走向了国学经典区 路过教辅区 看见五年高考三年模拟 和历年真体 苏毅成愣住了 虽然简体字与繁体 有大约百分之五十的不同 但简体字也不是凭空生造 字形很多 都来源于古代已有的俗体字 他一眼过去 已经认了个七七八八 苏毅成俊秀的眉拧 在了一起 小小的脑袋里 都是大大的问号 顾曼看他这副样子 笑着摇了摇头 这些和你不是一个赛道的 你还是跟我过来吧 终于来到了国学区 看到熟悉的 《论语》 《孟子》 《春秋》 《易经》 《诗经》 苏毅成总算看到了 一些熟悉的内容 轻轻松了一口气 顾曼帮他找数版繁体的版本 并嘱咐他 自己先随便看看 他拿起横版简体 论语 先自顾自地翻看了起来 等顾曼终于找到了 数版版繁体的版本 他手中的书 已翻了大半 看见顾曼手里 拿着几本书 愣愣地看着他 苏毅成腼腆一笑 自己如此微小 却如此清晰 纸张结实平整 排版工整秀丽 字形还经过了简化 这书简直是先品 这些字 你都认得 最初时是有些字体并不认识 但与我脑中内容一对照 便可一一对应 看过几页之后 就基本都认得了 什么 所以 他的意思是他把整本 论语 从头到尾 一字不差背了下来 而且 能在翻了几页之后 就把相应的简体字 基本也都认全了 还记住了 也对 范进五十多岁中举 都乐得发疯 这小少年十八九岁的样子 已经来考省试了 那说明 他在更早的时候 已经是通过了相识 相当于是举人身份 天才啊 书籍是不允许带到考场的 于是顾曼 把苏义成留在国学区 让他自己翻着看 他手里那几本繁体书版 也都交到了他手上 但看他那副样子 好像也不那么需要了 至于考场里要带的干粮 你这次需要考几天 苏义成说 需要在贡院里面 考上整整三天三夜 三天的食物都要自备 对 考场里有小灶 可以煮米饭 有些家境好的考生 还会蒸些火腿 在下家境贫寒 没那么多讲究 一般只吃干粮 请姑娘帮我准备一些大饼 馒头一类食物 若能佐些咸菜 那就更好了 顾曼怎么可能 让他只吃干粮 想到自己当年高考 如果临考试之前丢了文具袋 那得慌成什么样 可这个苏义成丢了行李 不怨天尤人 不意决不振 甚至还能勇敢拒绝自己透题 其实顾曼要帮他查考题 也有自己的小心思 如果他通过自己透的 取得了好成绩 自己再从手指缝里 随便给他露一点知识 工业品 从此以后 他还不被自己拿捏得死死的 自己让他往东 他不敢往西 自己让他吃干 他不敢喝西 可他偏偏是个有节操 有风骨的人 但顾曼倒觉得 这样更好呢 想到这里 奇特的好盛心 已经充盈了他的整个胸腔 说吧 有什么忌口 苏义成一愣 在下并不挑食 娘子这是顾曼嘴角一勾 露出歪嘴龙王同款笑容 三天的食物 是吧 姐姐给你来点千年以后的小小震撼 收了他一块价值几千 抵押价格黄金百两的玉佩 目前为止 只给了他几根自来水毛饼 预算还很充足 足以让顾曼给他来一次 饱和式后勤供应 点开外卖软件 顾曼豪气干云 各色坚果 干果 饼干 蛋糕 巧克力 全家进购物车 这个给他挑 考虑了当零嘴吃 方便面 自热火锅 自热米饭 午餐肉 牛肉干当正餐 哪样他喜欢 回头多备一些 保证他这三天吃饱喝足 矿泉水 饮料 冷泡茶 速溶咖啡 统统加进来 解渴又提神 一通操作花了几百块 他不爱吃的顾曼 准备留给自己 谁采购 谁家私货 这是放置四海接准的道理 对了 灯烛 你还说要灯烛 是的 夜间考试需要照明 太阳能手电 手摇发电手电 都买 双保险 在里面住宿 还需要行李 对吧 如果实在不方便 就不用了 在下可以将就 在苏益臣的概念里 一套好行李 价值不菲 他虽然承诺 用百两黄金来赎玉佩 但心里还是有些坠坠 可是在顾曼眼里 这都不叫事啊 超市里一个金轮床垫五十块 一个单人备野五十 先给你弄一套 便宜的凑合用 等来日 你想常驻京城 我再给你准备好 用舒服的 顾曼一通 操作猛如虎 下单 提交 付款 美滋滋 苏益臣看着他 拿着一个黑色小方块 在上面滑啦来滑啦去 然后就说准备好了 有些难以置信 顾曼看见他 这副可爱的小模样 又是哈哈大笑 在家等着就行了 新时代了 我这边下了单 就有人送上门 第三章 小小震撼 得被当作小超 你拧开瓶带就可以喝 苏益臣从来没见过 这样漂亮的水瓶 轻若无物 透若流离 此物竟然只是 给他盛水来喝 顾曼还嘱咐他 喝过之后 瓶子丢掉就好 简直爆点天物 按照顾曼叫的 拧开瓶带尝了一口 甘甜清烈 苏益臣连连点头 还有这些饮料 你一会挨得尝尝 喜欢的 我可以多给你配几瓶 五花八门的包装 看得苏益臣应接不暇 对了 这是咖啡 泡在水里喝提神 不过别喝多了 否则整夜整夜睡不着 还有冷泡茶 拧拧开瓶带 就会自动泡起 宋代有点茶 也有各种银子 但这些花样 苏益臣都闻所未闻 算了算了 在下喝水就好 他是去考试 不是去享受 用不着这些五花八门的银子 OK Fine 那接下来看零食 干果 坚果 点心 你挑吧 对了 这个是巧克力 能量很高 吃了也提神 其他东西苏益臣都没怎么动 就是拿起巧克力尝了一口 这东西乍看之下 黑不溜秋的 并不惹眼 但是一块放进嘴里 瞬间就融化了 是从未体验过的丝滑和香甜 这个我带上一些 行 带巧克力也好 锡纸包装上没有字 省得被荡成小超扣下 更免得连烤厂都进不去 想到这里 顾曼看着印满字的纸质泡面筒 知道这东西 早晚要进自己的肚子 干脆收到 以便没拿去给苏一辰 自热火锅 自热米饭的纸包装倒 是可以撕掉 里面的塑料包装和上面 没什么字 吃这个吧 自热米饭 自热 这是何意 你像这样 把里面的石灰和水倒在一起 再把这两袋子里面 的米饭和菜 倒在上面这一层 焖上五分钟 一小会就能吃热饭了 考试辛苦 别吃凉的 省得拉肚子 这么简单 就能吃上热饭 苏一辰简直震惊了 哪个学子进一趟贡院 不得拖一层皮 个别光患子弟 开些小灶 煮饭的时间 其实也影响考试 苏一辰此来 明明已经做好了吃苦的准备 实在没想到 顾曼是一点苦也不想让他吃 他一路追到这里 正巧腹中空空 眼看着黑色的塑料盒子 缝隙里冒出白烟 一抹滚烫 闻着那食物的香味 肚子已经咕咕叫了起来 顾曼直接把他 引到前台座了 说 先尝尝吧 顺便教了他一下 如何使用里面的一次性餐具 苏一辰咬起一勺白饭 送到了口中 那米饭与他印象中的口感 均是不同 但香滑Q弹 十分美味 再去吃上面的 番茄小酥肉料理包 肉质虽然不算新鲜 但仍可吃出是肉味 而且十分入味 虽然此物他从未尝过 刚入口的时候 觉得有些不适应 但几口下去 便越吃越香 苏一辰和这汤汁 很快将一份自热米饭 吃了个精光 顾曼之仪在旁边看着 露出了乙母笑 吃完这一盒饭 苏一辰看着顾曼的眼神 更加崇敬 仿佛自己面前的是一位 全知全能的女神 对了 这是太阳能手电筒 也就是你要的灯烛 你白天把它放在太阳 底下晒着 等到夜里 一按这个扭它就亮了 如此神奇 你可以理解 为它能存储太阳的光 还有这个 是手摇的 一直按它就一直亮 如果那个太阳能的坏了 你就用它 也能照明 现代科技接二连三的冲击 已经颠覆了苏一辰的三观 不用点火 没有走水的风险 只要太阳底下晒晒 或者拿手捏一捏就可以用 这是天灯 是神灯 是一缕隔着千年照 在他身上的神奇曙光 最后是那一床被褥 顾曼一看 这两件套的化仙 那粗糙的手感 噼里啪啦放电火花的质量 脸都有些红了 虽说只用三天 但这个品质 确实是有些简陋 可苏一辰再一次震惊了 娘子不是说 先买些便宜的对付着用吗 洁白如雪 轻盈如云 这样的行李 在娘子眼里 竟是便宜的吗 顾曼想了一下 给他解释道 还有好的 你可能没见过 等下次来 我一定让你见识见识 什么西蒙斯啊 泰国乳胶枕啊 天丝四件套啊 包享福的 顾曼按照他三天的饭量 又点了一次外卖 给他配足了矿泉水 还有自热米饭 巧克力 找了两个雪白的帆布袋 把这些备考用品 都装了进去 又放他去挑了几本书 才把苏一辰 送到了那面墙前 祝你此去近视极地 最好高中状元 加油吧 苏一辰手里 拎着两个沉甸甸的帆布袋 想起母亲过去之后 到今天是第一次 有人把他当小孩照顾 鼻子一酸 几乎落下泪来 但他打跌精神 将眼泪咽下 挺起胸膛 向顾曼行了一礼 定不辜负娘子期望 顾曼眼看着他穿墙而过 对他的考试结果 充满了期待 他前脚刚走 后脚顾曼的手机 震动了两声 打开一看 是同学王颖发来的消息 不像两送的 更像是唐末五代时期的东西 看着玉智 这雕工 玉佩的主人 非富即贵 他和王颖是本科时候认识的 一个学哲学 一个学考古 都是小众冷门专业 难兄难弟 关系好的很 谢了姐妹 最近怎么样 挖土挖的还顺利吗 毕业之后 他进了大厂 王颖进了考古队 顾曼都入职升职又离职了 王颖还没挖完一个三号坑 果然人生无常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节奏 别羡慕别人花开得早 兴许谢得也早呢 但是王颖显然不是这么想的 信顾的 你非得哪壶不开提哪壶 是不是 哇哇哇 我下次拿洛阳铲挖你鼻孔 我错了我错了 下回你来 请你吃铁锅炖 不用了 吃你花的饼早就吃饱了 哼 我说真的呢 你下回放假 没事的话就过来吧 正好当面帮我长张眼 姐给你包吃包住 你这算盘打得 我在三号坑里都听到了 嘿嘿嘿 第四章 咸鱼打挺 回到老家接管自家书店以来 顾曼很久 没有像今天这样 打起精神了 左邻右舍都知道 他是一条咸鱼 每天中午慢悠悠过来开门 不是在柜台睡觉 就是看咸书 等到晚上 卷帘门一拉 回二楼睡觉 年轻轻就这样了 谁见了谁不一声叹息 可以前的顾曼 不是这样的 从前的他比谁都卷 拼命努力 高考卷进top2 拼命努力 毕业后卷进大厂 熬夜加班 99万607 职场扑啊 他什么都忍了 然后健康亮起了红灯 加班过后全身起疹子 到医院一遍一遍地检查 最后居然确诊了红斑狼疮 各种吃药打针不用提了 光是检查 腰穿都不知道做了多少次 那是直径两毫米的大长针啊 漫长的像是无穷无尽的折磨 镜子里丑陋的面容 未来从生活到饮食 一系列苛刻的保养条件 芹菜 香菜 雪菜一类光明性食物不能吃 太阳不能晒 压力不能大 绝不可过度疲劳 一旦有任何不好 他的病随时都有可能复发 严重的时候会危及生命 看见镜中自己那副样子 他知道自己没有办法再耗强了 在经过一系列的治疗 暂缓了病症 让全身皮疹都消退之后 他离开了灯红酒绿的繁华大都市 回到了家乡小镇 接管了家里的书 他有的时候会想 自己寒窗苦读十几年 和没读过又有什么区别 他现在干着收银员的活 随便一个初中毕业的人就能干 那他这十几年又算什么 他吃过的苦 熬过的夜 又算什么 他曾梦想着站在高山之巅 他曾梦想着改变世界 他本来以为自己真的可以 结果发现这只是难科一梦 今天认识这个苏毅臣 他在某种程度上仿佛看到了十八九岁 愁愁满志的自己 多好啊 顾曼忍不住伸手触碰苏毅臣消失的那堵白墙 触摸着那石灰墙面细腻的纹理 脑海中忽然响起钉的一声系统提示音 欢迎宿主开启卫面书店系统 什么 紧接着 那雪白的墙面就变成了像游戏界面一样的操作面板 上面有各种各样的光标 显示当前友谊正在进行的任务 完成一笔现金交易 01 任务报酬 积分1000 积分商城图标仍然是灰色 顾曼尝试点开 系统提示功能暂未开启 系统显示 当前可交易对象 1 系统提示升级后 交易对象可扩容 而新的交易对象 可以来自于以下几个世界 1末式复苏世界 2修真世界 3异大陆世界 4西幻世界 几个世界的图标也都是灰色 显然现在还没有解锁 唯一已经解锁的是平行时空古代世界 平行时空 意味着对顾曼来说 不管它怎样影响和改变历史 都不会改变当前的世界和它现在自身的存在 意味着那个平行时空的历史 他把现实世界的知识物质大胆地交给苏义成 只要他通过交易提升了等级 解锁了这些其他的世界 就有可能迎来拥有特异功能的新客人 那他的红斑狼窗 有没有可能因此而被彻底治愈呢 未来的高新科技 修真世界的神奇法器 易大陆的兽人 健康 名利 都在冲他招手 而这一切的载体 只是他面前这一面小小的白墙 他也尝试想穿墙而过 但结果系统提示 功能尚未开启 功能尚未开启 也就是有这项功能 也就是说 只要他把系统升级到一定水平 自己就能穿墙而过 到那边的世界去看看吗 那是清明上河图的时代 是千里江山图的时代 想到能去看一看 这些国宝所描绘的盛世图卷 多少有些新潮澎湃呢 结果打开手机一查 顾曼赫然发现 北宋众和年间 在位的是宋徽宗 这个时候考上进士 真的有用吗 奸臣当道 内忧外患 好像没几年 就要靖康之耻了吧 靖康年间 国破家亡 文武大臣死了一波又一波 两个皇帝和后宫女眷被赶扬一样 从开封到北京 再被赶到黑龙江 这一路上 随行大臣气死的气死 冻死的冻死 想到少年欢欢喜喜进考场 不管考成什么样 都难有个好结果 顾曼沉默了 沉默是今晚的康桥 不行 不能坐以待毙 唯一的交易对象 死了 急还没胜完 顾曼可不会允许 这样的事情发生 他 就是苏义辰最坚强的后盾 无论如何 也要把他从死路上救下来 他直接开始狂翻穿越小说 重点搜查历史类 这么多逆天改命的男主 总有哪个能抄作业 这个 穿越唐朝 叫人吃蝗虫 烧玻璃 做镜子 也练金属 好一通创收 但好像没什么用 赚钱这一道上 苏义辰简直天才 如果他满足于赚点小钱 只要在两个世界来回倒卖就行 但靖康之史面前 钱有什么用 金人只会先抢钱再砍人 这个 穿越大明 教朱棣学做人 逆推全世界 问题是 朱棣是马上天子 人也力所刀也快 真有雄心壮志 真想开万世基业 就咱徽宗皇帝 不说了 都是累 这个 大宋皇帝到现代留学十年再重生 做地开挂行长天下拳的 这个背景最接近 他是皇帝亚帅 他的作业 苏义辰一个书生 怎么抄 重新投胎 还有这个 阿斗穿成赵构的 咱就是说 哪怕是阿斗 坐在那个位置上 也比赵构强了十万八千里是吗 顾曼又有点沉默了 你大宋的皇帝 都是些什么贵物啊 大概是刷多了这一类内容 被大数据记住了 没多一会 平台给他推了一些冷门到邪门的内容 洗头老川赵构 岳将军 壮志鸡餐葫芦肉 笑谈可饮凶奴血 我觉得很好 解决了军粮问题 但是直接喝 恐怕不太卫生 建议把脂肪做成肥皂 还可以创收 这个世界终于是颠成了他不认识的样子 第五章 我没有优势 等了整整五天 就在顾曼以为这个系统出了什么问题 或者苏一辰出了什么危险的时候 白墙上人影一晃 他来了 一看他这副模样 顾曼心里咯噔一声 走的时候 还是个干净体面的读书人 回来的时候 像是刚逃了几年慌 再看他这副表情 三魂七魄好像丢了一大半 水汪汪的黑眼睛里都没有光了 完了 怕是没考好 想到他考上的后果 顾曼本来不想让他考上 但看他这副样子 又怕他真的考不上 不过在公院三天三夜 也许不管考没考好 都是这副模样呢 于是顾曼小心问道 考得怎么样 苏一辰不说话 抿着嘴 缓缓摇了摇头 好了 玄泽的心终于死了 即便到了这一步 顾曼还是不死心 就没有哪颗有什么优势的吗 苏一辰平静的面容上 有淡淡的死感 我有什么优势 大经和监经 没有人家世家子经书 写册 论 又没有官场的长辈指点 考官都是男人 我是北人 顾曼已经死了的心 又死了一回 也是 都回宗朝了 奸命当道 兴许越是有才华 越是考不上马 本来看着小伙过目不忘 自己对他期待值挺高的 结果现在一看 没事 你还年轻 以后有的是机会 考不上有考不上的好 赛翁施马焉之非福 兴许反而逃过一劫呢 苏一辰点了点头 还是兴致不高 行了行了 不提这些了 你脏成这个样子 要不洗个澡吧 话一出口 顾曼就有那么一点后悔 即便是现代人 邀请一个陌生异性 到自己家洗澡 也是有点 太开放了一些 但是他都有点臭了 自己实在是看不下去了 本来干干净净 一大小伙子 果不其然 听到顾曼这句话 苏一辰的脸 一直红到了脖子根 不合适吧 看他这么紧张 顾曼反而松弛了下来 这一千年来 世道早就变了 经济 政治 文化 社会风俗 也和与从前不一样 不讲什么男女大房了 生活上呢 在我们这边 洗澡没有那么麻烦 我楼上有浴室 你自己进去冲洗一下就可以 我帮你准备几套换洗衣服 你先穿着过渡一下 你身上这身交给我 我给你洗好 如果你需要 再给你置办 两身回到宋朝 也能穿的衣服 也没有什么难的 看顾曼态度这么大方 苏一辰通红的脸 渐渐恢复了寻常颜色 他本来想婉拒 但一闻自己身上 这股汗酸味 就实在无法拒绝这个提议 咬了咬下嘴唇 点了点头 那就劳烦娘子了 如今 你我也算第二次见了 却不知娘子如何称呼 顾曼笑了笑 我叫顾曼 三顾茅庐的顾 曼妙生姿的曼 在我们这里 闺名不是隐私 你知道了 也不用紧张 你对我直呼齐名 就好 苏一辰点了点头 然后像想起了什么似的 在自己怀里摸索了几下 抓出一把金起来 都递到了顾曼手上 这些 顾娘子先拿着 充足为我打点行装之姿 顾曼看着自己 手里这些金饼子 金饺子 金条子 颠量了一下 也得有个几斤重 虽然离黄金百两 还有较大差距 但短短几天时间 他能弄来这么多 他有些好奇 你不是连行李都丢了吗 这么多黄金 从何处而来 苏一辰勉腆一笑 你给我那12瓶矿泉水 就有12个水瓶 那些水瓶轻若无物 透若流离 拧紧之后滴水不漏 耐摔 耐打 简直是先品 我带着他们进去考试 考官问我是何物 我只得说 这都叫青云流离瓶 考官问我 这瓶从何处而来 价值几何 我但笑不语 散场的时候 几位考官 甚至连主考官都来了 对着这些瓶子 并我那毛笔 太阳能手电 自热米饭 嘖嘖称奇 各掏腰包 将剩余的东西买了个空 他们给的钱 我恐怕你这处无法使用 特意都兑成了黄金 好家伙 顾曼是没想着 赚苏一辰多少钱 结果他自己靠卖塑料瓶子 赚到了第一桶金 还是真金 六 事实上 考官还注意到了 瓶盖上的农夫山泉字样 询问苏一辰过 这几个字的含义 苏一辰说 自己耕读传家 瓶子上刻着这字样 是让自己饮水思源 莫要忘了 一书一饭 皆来自于农夫耕耘 殷怀大志 敏天下农 一旦高中为官 定要为百姓鞠躬尽瘁 这一番话 既展示了 他自己的风采和壮志 又把这几个塑料瓶子的价值 排升到了不属于他们的高度 考官们闻听此言 陶妖包更加不手软 他字不提 但是 他没意识到的是 考官们虽然嘴上说着 要花钱买 心里其实是等着他分文不取 主动奉上的 他这样不上道 已经被各位大人 在心里狠狠记了一笔 而此时 无知无觉的两个人 都还沉浸在欢乐中 顾曼看手里的黄金 虽然远不到百两 但他本来也没想着 赚他那么多 回柜台 把装着他玉佩的盒子拿了出来 金子你也给了 这玉佩 你还是拿回去吧 你前几天拿走那些书 加上我将要给你买的衣服 行李 食物 也比不上这些黄金贵 苏义成却将他手里的木盒子 推了回去 说好黄金百两赎回 在下绝不食言 娘子且带来日 至于娘子手里这些金子 只作为我打点行装之用 若有赋予 可否允许我挑些书带走 这小少年的人品 倒比这些黄金贵重得多了 顾曼十分触动 但没有表露太多 他把那玉佩 连带着手里的一大把黄金 都送回卧室放好 就带着苏义成去浴室 学使用花洒和沐浴露 洗发水 浴室脱 浴巾 内衣裤 睡衣睡裤 和牙刷牙膏 剃须水 刮胡刀 他还是准备外卖解决 低头在手机上操作了半天 顾曼一抬头 额头擦到他的下巴 两人四目相对 赶忙别过头去 苏义成的耳间通红 娘子 又叫了外卖是吧 那再下线下去看会儿书 等外卖到了 再来洗漱 然后 他急急忙忙冲了出去 第六章 考得还行 第一名 洗完澡的苏义成 换上了顾曼买的 T恤长裤 板家居服 看起来像个流长发的 男大学生 更水灵了 衣服都合身吗 苏义成腼腆地点了点头 紧接着脸 就是一红 顾曼交给他的 那一大包东西里面 牙刷牙杯 剃须刀 剃须水都还好说 大毛巾柔软如云 不用顾曼提醒他 也大概知道要怎么使用 只不过 顾曼除了给他买了一身睡衣 还给他买了好几条男式平脚裤 他看到第一眼 大概已猜出了 此物要怎样穿着 试了一试 发现这一套尺寸正好 弹力适中 将某些特殊部位紧紧包裹 顾曼也是根据他的身高体重 按卖家提示买的 180左右的小伙子 买个XL 应该是不会出错 第一次穿这个 更何况只是拿着顾曼给他买的贴身衣物 他已经觉得头脑发热 只能随便捋了两下 在外面套上了T恤长裤出了门 这一路走下来 他已经绝出了 这弹力十足的平脚裤的好处 竟不知是用何面料制成 贴身舒适至此 T恤长裤也是一样 柔软的针织墨带尔面料 穿在身上仿若无物 他竟从未感觉如此轻松 这么想着 他也就向顾曼发问了 顾曼本来想给他解释一下 但突然想起 家里还有学服装设计的表妹留下的服装材料学 左右这小伙 闲着也是闲着 又聪明 直接把书扔给他不就得了 这本书从沙县 纺织一直讲到蹄花 硬染 都讲了个透彻 在现代的我国 服装行业属于不断外迁的落后产能 但在古代 纺织绝对是有相当技术含量的高端产业呢 他既然好奇 就让他学点呗 为防止他看不懂 顾曼首先给他找了一本新华字典 顾曼的本意 是让他看到看不懂的字 就去字典里查一查 结果 苏毅臣拿过新华字典 就从头到尾 一页一页开始翻 顾曼开始觉得 事情有些不对了 联想到他过目不忘的眼力 他这是在背吗 顾曼是TopR的学生 聪明人见得多了 像苏毅臣这种照相机记忆的 也就见过一两个 其中一个 还是最强大脑的水哥 古人只是技术落后 见识不丰富 论起智力 比起现代人 丝毫不差 尤其是其中精英翘楚 卷起来可远胜高考啊 苏毅臣翻字典翻到一半 突然抬起头 问顾曼 敢问娘子 现在距离我上次回去 中间过了几天的时间 顾曼愣了一下 已经明白了他的意思 过了五天 苏毅臣松了一口气 看来这两边时间流速是一样的 那在下 便不急着赶回去看榜了 说完 就又滑滑滑开始翻 新华字典 等他一本字典翻完 肚子已经咕咕作响了 顾曼早准备好了一份外卖 还有甜食 递到了他面前 高强度用脑 对能量的需求是非常大的 顾曼也读过书 他懂 吃了再看吧 书不会跑掉 苏毅臣此时才发现 自己正坐在顾曼家的沙发上 已经埋头看书 看了有小半个时辰了 腹中确实十分饥饿 面前是一大份红烧肉 一小份虾仁滑蛋 和一小份青炒小白菜 当然 不能少了香喷喷的白米饭 色香味俱全 上一个在自己读书的时候 默默备好饭菜的 还是他已经去世的娘亲 自打娘亲走后 他已经不记得 自己多少次读书 读到鸡肠碌碌 眼前发黑 才起身去找吃的了 他向顾曼道了生谢 就开始吃饭 吃着吃着 热泪掉进饭里 入口危险 顾曼看到他这副样子 差点伸出手去 把他抱在怀里 忍了又忍 才忍住了 默默把他要看的书放 在了旁边茶几上 悄悄回了自己的房间 脑中传来一声系统提示音 第一次交易已完成 积分商城系统已解锁 敬请宿主开启 来了 顾曼来到白墙边 打开积分商城系统 发现自己能从里面买到的 还是书 所有专业的专业书 所有年代的古籍估本 所有图书馆的馆藏 一千积分 基本能当一千人民币来用 这里书籍的售价 很多时候是定价 就连价值连城的估本 都能用定价买到 爽翻了吧 不过他也没急着买书 他有预感 自己这个积分商城 在未来会有大用 苏义成就像一块海绵 掉进古今书屋 仿佛掉进了大海 每一分每一秒 都在吸收知识 整整半个月 他就住在书屋里 看书看得废寝旺时 每天要顾曼提醒 才会在沙发上 随便凑合一脚 后来就连附近的外卖小哥 都熟悉了这个在横店物工 但自强不息 想要考研究生的顾曼的表弟 夸他长得又帅又努力 早晚能做大明星 而后 沉浸在山中无甲子状态中的苏义成 顾曼又被他收拾了 整整一双尖旅行包的物资 把他送到了墙的另一边 结果这一次 苏义成回来得格外快 冲进来的时候 白皙的脸庞 因为奔跑而变得通红 一双眼睛精亮精亮地看着顾曼 我中了 一甲第一名 戒员 啥 顾曼难以置信地看着他 不是你跟我开玩笑呢 还我没有优势 学表他见得多了 可这么真情实感的 真的能当大明星了 那你考完之后 那副颓废的样子 是怎么回事 苏义成听他这么说 沉吟良久 才缓缓 从身后掏出一本书 递到了顾曼面前 我想问你 这书里写的 到底是不是真的 啊 上次苏义成挑走了许多书 这一本并不显眼 但是顾曼没想到 他考完试之后 没去搞人脉 反而花时间 把他都看完了 这本书 宋史啊 原来他不是因为考试失利 而颓唐 而是知道 未来大宋有静康之耻 有奸臣当道 向异族称臣 有昏君 冤杀一代良将 天下兴亡 匹夫有责 更何况 王国之辱 已迫在眉睫 第七章 商女不知王国恨 听到苏义成这个问题之后 顾曼没有立刻回答 反而带着他上了楼 坐在客厅的沙发上 他又泡了两杯茶 把其中一杯递到了他手里 微笑着问他 每个王朝最终都会衰亡 大宋也一样 很奇怪吗 苏义成的眼睛竖了起来 你居然还笑得出来 纵然生活在千年之后 你也是个汉人 蛮夷践踏中原 卢走灰青二帝 逼我大宋称臣纳贡 你不恨吗 顾曼原溜溜的信念 无辜地看着苏义成 我不恨呀 苏义成震惊了 似乎难以相信顾曼 怎么说得出 这样不知廉耻的话来 商女不知王国恨 隔江游畅后亭花 身为女子 就可以投降妥协了吗 你不会以为 自己有几分姿色 就可以做墙头草 两头吃好处了吧 你也是个书铺的老板 应当也是读过圣贤书的 难道连廉耻二字 都不知道怎么写吗 顾曼看他 这副乍毛的样子 又笑了 谁说 我要两头吃好处 苏义成紧紧地皱起了眉头 难以理解地盯着顾曼 那不然呢 谁说现在 还有两头 你 什么意思 苏义成年轻好使的新脑子 也被顾曼的信息流冲荡机了 我不恨你嘴里的所谓蛮夷 是因为你的后人 我的祖宗 已经驱除达鲁 恢复中华 还建立了一个全新的华国 辽也罢 金也好 西夏也好 吐蕃也罢 都已被灭得干干净净 蛮夷后代 都成了我华国子民 我恨他做什么 仇报了 恨也就消了 如果有一天 我华国一路打到了Tokyo 让日子过得的不错的小日子们 都到天上去向 我们的老祖宗忏悔 那顾曼也就不恨小日子了 你不会 只想保留汉帝十八省 多出来的那大好的山河 都不要了吧 我 苏义成的CPU 有点干烧了 他还没完全接受顾曼所说的一切 手里就多了一本 上下五千年 学吧 学无止境 顾曼轻飘飘地走了 留下苏义成 拿着一本厚厚的大书 风中凌乱 上下五千年 也就是说 在大宋灭亡之后的几百年里 这世上又有翻天覆地的变化 而这一切都写在这本书里 几个小时之后 通红着双眼的苏义成找到顾曼 想和他说些什么 却又觉得尴尬 嘴张了半天 小心翼翼地吐出了一句 姐姐 顾曼把手一抱 哎 别乱叫 我可不敢当你的姐姐 小祖宗 苏义成人妈了 是我口不择言说错了话 误解了姐姐 任打人骂 绝无怨言 顾曼的表情看起来还很淡定 但心里已经在吐蕃鼠尖叫了 老天啊 他 看起来好奶 这谁顶得住啊 顾曼捋了捋头发 行了 谁还真能打你 那你 原谅我了 没跟你生气啊 你本来也不了解我 我 走吧 顾曼看他这样紧张 偷笑了两下 强压下嘴角 把他领到了两张大地图前 那地图并不平整 反而十分凹凸 一眼望去 真山真水一目了然 顾曼也是这两年 才上了这种立体地图的货 都是某英上火起来之后 他们这些实体店才跟进的 一张世界地图 一张中国地图 他先把苏义成领到了中国地图前面 用可擦的紫色荧光笔 在地图上画了一个圈 你的大宋有这么大 苏义成惊叹地看着这神奇的材质 还伸手摸了摸那凹凸不平的质感 而后点了点头 顾曼又换了一个粉色的荧光笔 在那地图上又画了一个圈 靖康之变之后 只剩下了这么大 苏义成紧紧皱起了眉头 好办上才问他 你所说的华国 有多大 顾曼的手 只顺着地图上的国界线走了一圈 国界线之内 全是我华国领土 包括领海和领空 苏义成轻轻触摸着地图上的山水 认真地辨认着上面的字迹 不知不觉间已经热泪盈眶 幽云十六周在哪里 在这里 东京汴梁在哪里 在这里 看着这几块地方 离国界线已如此之远 苏义成再也克制不住 热泪滚滚而下 所以这些原属于大辽的土地 成了我华夏北方的屏障 对 所以京朝 西夏 大理 吐蕃 也都成了我华夏边疆 大好江山 大好江山 官家居然拱手让人 官家糊涂啊 苏义成一拳垂在了墙上 失声痛哭 顾曼点了点头 庆幸这个盲僧 终于发现了滑点 大宋 与其说是被一族打败的 不如说是被皇帝和奸臣 一起出卖的 我们的宋徽宗 伟大的画家 书法家 做皇帝的水平 可能都不如一头猪 毕竟猪没有那么多骚操作 他只要吃就够了 顾曼领着苏义成 又走回沙发边坐下 我想问你一个问题 娘子请问 你说 你们大宋 亡于水手 苏义成皱着眉头 认真地想了半天 回答道 应当就是当今官家 也就是史书里的宋徽宗 不是他儿子宋清宗 禅位之举 堪称 无耻 看他不好意思说 顾曼就替他说出来了 听到这个准确的 让人完全无法反驳的词汇 苏义成的一张脸 几乎长成了朱干涩 京军徽师南下 宋徽宗不想着迎敌 反而做了一个天才的决定 把皇位禅让给皇太子 就好像只要这样 种种丧权辱国的事情 他就可以完全免责 这爷俩的拉胯程度 只能说是半斤八两 说起来 皇太子 也就是后来的宋清宗赵衡 比起他爹 胆子还能大上那么一丢丢 但也就是一丢丢 没有再多的了 他们带领大臣 帮着京人搜刮百姓 为了凑赔款 不知道害得多少人家破人亡 可父子俩依然没能逃过一劫 整整齐齐成了京人的阶下囚 被人一路 从开封府赶阳一样 赶到了如今的北京城 再一路向北 撵到了当今的黑龙江 这一路上 皇后被调戏 他俩忍着 后宫女圈集体被侵犯 他俩看着 然而到了黑龙江之后 天晴了 雨停了 他又觉得自个儿行了 宋徽宗召集 又开始沉迷读书 废寝忘食 没事还搞一搞诗词创作 孩子都生了十几个 这对卧龙凤厨的经验表现 属于是路人看了 也会心梗的程度 难怪顾曼说宋徽宗无耻 一向中军爱国的苏义成 都完全无法反驳 第八章 北国不正 顾曼没有抓着宋徽宗穷追猛打 而是问他 那你觉得 大宋王国的种子 是什么时候种下的呢 应当是坚定当道 无恶不作 官家崇尚奢静 劳民伤财 见园林更远 还为了搜刮骑时 建了一条采办的专线花石缸 宋徽宗是会享受的 他治下整个朝廷 都得说是捞钱有报 只不过百姓都成了 他们美好生活的代价 顾曼轻轻笑了笑 不过还是摇了摇头 在我看来 还要更早一些 是指官家 为了收复燕云十六州 而与京朝定下海上之盟 此举实属于虎谋皮 当年大太监童 贯出使大辽 有一个辽国的汉人 名叫马直 前来投奔 说大辽政治腐败 名不辽生 必定会亡国 同贯将他带回京城 宋徽宗听马直 把大辽说得不堪一击 觉得大有可乘之机 想要立下收复 燕云十六州的大功 就派人从海上 与东北崛起的大京 取得联络 商议共同灭辽 只可惜 这宋徽宗赵吉 是乌鸦站在朱身上 只看见别人黑 看不见自己黑 大辽固然政治黑暗腐败 但他大宋 又好到哪里去了呢 他与京朝商定 京宫打辽中京大定府 宋宫打辽南京西京府 辽亡后 宋将原给辽之碎壁 转纳于京国 京同意将燕云十六州之地 归宋朝 结果真正上了战场 宋军十分拉垮 关键性战役 都是大京完成的 大辽灭亡之后 大宋再无屏障 要直面凶狠的 刚刚崛起的大京 而灭辽时的直接接触 也让大京看见了 宋朝的孱弱 驱虎吞狼之策 确实见效了 燕云十六州这块心病 像幽灵一样 困扰了大宋上百年 花费百万贯钱财 终于被买回到了 汉人政权手中 只可惜 最接近完美的状态之后 便是死亡 这块山芋 在大宋手里还没捂热 北宋就已亡国 这一次 别说燕云十六州 连东京变梁都丢了 顾慢点了点头 若吴海上之盟 北宋灭亡 确实不会如此迅速 但要说 作为亡国的种子 他还不够格 就这 都不足以称之为 埋下了灭亡的种子 苏一辰认真思考了一下 觉得只可能是活在当代 但因果早已种下 他皱着眉头 认真思考了半天 然后缓缓开口 难道你是指 王安石变法失败 一再反复 王安石新政推行以来 朝廷本有机会清除击毙 可就像他老人家亲口说的一样 烧一会柴 就浇上一瓢冷水 再烧柴 再浇水 这样怎么折腾 也没机会把水烧开的 后来 打着新法的旗号上尉的蔡金 完全没有王相公的卫国之心 只想为自己谋私利 实在是国之硕属 国之杜虫 王安石变法失败 也有些可惜 但苏氏等人对他的批评 也不是全无道理 指望他的改革 彻底拯救大宋 并不现实 所以 王国的种子 我觉得种下的还要更早一些 你不会是指辅生主隐吧 太宗此人 说到这里 苏义成又说不下去了 作为臣子 点凭他本朝的皇帝 他始终放不开手脚 我是指黄袍加身 我是指杯酒士兵权 黄袍加身 说明赵匡应德国不正 他本是后州柴荣的手下 柴荣死后 他被手下拥护着 黄袍加身 推辞不过 被逼无奈当了这个皇帝 你真信他被逼无奈吗 这 说的难听一点 他这个皇位是从孤儿寡妇手里捡的漏 彼时但凡柴荣还有一口气在 这天下还能信赵吗 所以他心虚 所以他不自信 所以他不相信自己的手下 也不相信任何人 所以大宋组治 从头到尾 九成防内患 一成防外敌 本事都用在内耗上了 能不被外人钻空子吗 苏义成紧紧抿着嘴唇 半天说不出一句话来反驳 不说别的 就说幽云十六周 这是大宋的一块疤 是每位皇帝心头最大的病 我就想问一问 问一问你们的太祖皇帝 他带着打江山的百战之师 尚且没能将这块地收回来 就真的相信自己那些 安乐窝里出生的后世子孙 能完成他未尽的工业吗 守着残缺的国土 就急急忙忙登上皇位 急急忙忙背九十兵权 他可真是相信后人的智慧啊 苏义成听到顾曼阴阳怪气 诋毁他朝太祖 是真的有些生气了 五代十国时就是这样的 军阀混战 民不聊生 太祖皇帝 不过是不想生灵涂炭罢了 不背九十兵权 难道还给手下那些将领 蠢蠢欲动的机会吗 所以 他只能在两坨屎之间 选不那么臭的一坨了 我 就算不用开国那些将领 汉高祖刘邦 年过六十 还从病榻上爬起来 为了江山 为了妻儿御驾亲征呢 你朝太祖 比刘邦武功不差吧 他怎么不学学人家呢 我 不过他 不管身后洪水滔天 也没什么毛病 皇位确实没落 在他妻儿手里 倒是让他弟弟给捞走了 兄弟细强的恶果 大宋也吃了几百年呀 苏义成咬着牙 紧紧攥着拳头 脸色由红转白 再由白转青 可顾曼就像是看不见一样 还在嘖嘖感叹 收不回幽云十六周 中原腹地无嫌可守 都说大宋朝软如鼻涕 这不就是太祖留下的病根吗 想要硬 倒是得有骨头呀 这大宋的软呀 可真是胎里带的 有些病是不能去跟的 什么改革 什么新政 只不过蓄意时之命而已 搞不好还能起点反效果 更加快灭亡的速度 所以我说 你朝灭亡的种子 是从立国之初 就已经埋下了 够了 苏义成忍了又忍 实在是忍无可忍 疼得一下站了起来 至于吗 至于这么事不关己 高高挂起吗 你不是宋人不假 但你毕竟是中华儿女 你嘴里千万个 看不起的我朝皇帝 不也是你的老祖宗吗 我见你见多识广 眼光独到 以为你与寻常妇人不同 现在看来 没有半点家国情怀 不过儿 你看你又急 被苏义成这样指着鼻子痛骂 顾曼没有生气 只是扯起一边嘴角 痴笑一声 高高翘起二郎腿 不仅不慢回了一句 第九章 家国情怀 顾曼不生气 是因为他心里十分清楚 苏义成是古人 君君臣臣富富子子 男尊女卑的想法 在他骨子里 是根深蒂固的 你看 他夸他的时候说的是 以为他与寻常妇人不同 当一个从内心深处 认为男尊女卑的男人 认可一个女人的时候 他无法直接承认 女人和男人一样优秀 甚至更加优秀 他只能把这个女人 从女人这个群体里面摘出来 授予一个精神男人的称号 再予以夸赞和肯定 就像现如今 还有一些脑子 不知道怎么长得老古董 管结出女性叫先生 男人生来就是先生 女人却要活到图幽幽 杨将那样的境界 才配被人叫一声先生呢 苏义成内心深处的真实意图 再清楚不过了 先给他戴个高帽 说他与寻常女子不同 有大局观 有家国情怀 好把他绑上他那辆战车 而他苏义成想做什么也很明显 未必是谋什么私利 但一定想力挽狂澜 就大宋于威王之间 立下不适之功 顾曼所拥有的这家 神奇的穿越古今的书屋 顾曼所能调动的资源 顾曼脑子里装着的知识 苏义成都希望能够为自己所用 顾曼绝不指望三两句就改变他 但更不可能顺从他 做他的工具和傀儡 为他的理想服务 想到这里 他娇嘀嘀一笑 您抬举了 我与其他妇女并没有什么不同 我可从来没说过 自己有什么家国情怀 天下大义 顾曼不是没有家国情怀 更不是没有大局观 恰恰相反 是顾曼的眼界 见识 完整的知识结构 所接受的现代教育 还有这些年职场上 社会上的阅历 都远胜于苏义成一个 年仅18岁的书生 但是此刻和他说 他会信吗 他恐怕一个字都不会信 听到顾曼故意示弱 苏义成倒有些语色 我有慕兰大夫从军 我朝野有太后临朝称制 朝野上下一片赞许 你绝不是雍之俗粉 不用妄自菲薄 顾曼故作不解地问他 你为什么不提武则天呢 垂帘听政的太后 战场杀敌的女将军 哪个比得过 千古第一的女皇帝呢 一提到这位女帝 苏义成当时就黑了脸 午后聘机私沉 会乱后宫 怎可与我朝太后相比 看 女人只能当贤内助 必须讲真节 否则 哪怕有天大的工业 也要归零 他打心眼里 不认为他有和他平等 对话的权利 不过嘛 人叫人 交一万遍 也不一定会 是叫人 一交就会 此刻的顾曼 并不准备和他正面硬刚 继续笑音地说 别再纠结我的事了 说说你 戒元郎 你倒是心怀家国 可有想过 要如何拯救你 大宋于威王之中呢 苏义成犹豫了一下 眼珠子转了转 没有吱声 嗯 有点诚服 但不多 你是不是想 投其所好 讨好徽宗 一路向上爬 再把他架空 搞君主立宪 苏义成发现 顾曼随随便便 就将自己在内心排演了千遍的策略 一语道破 艰难地咽了咽口水 额头冷汗直冒 这个顾曼 先不说是不是女子 不只是一个书店掌柜吗 千年以后 随便一个书店掌柜 都这么可怕吗 看他的反应 顾曼就知道 自己猜中了 嘖嘖嘖 没什么稀奇的 多少男评穿越小说 都是这么写的 不仅如此 你还打算搞工业革命 搞资本主义革命 培育相关的利益集团 与传统的文官士大夫集团抗衡 你知道 卫战的 妥协的软弱派 可不止皇帝两个 文庭此言 苏义成的后辈 已经被冷汗尽失 从来没有人给过他这么强的压迫力 哪怕是考场上的考官 哪怕是那些身居高位的大人 再具体一点 就是回去阻止海上之盟 造出洋枪大炮 收回燕云十六周 从此 大宋有了天险 就可以安枕无忧了 对吗 其实这几天 顾曼思考过 他很认真地思考了 苏义成回到宋徽宗手下 通过改良路线 能否救国 为了这个 他看了不知道手术 看起来 改良似乎是最保险 最稳妥 最可行的路线 但如果改良真的可行 晚清洋务运动 为什么失败了呢 很多人看不起清政府 看不起慈禧 看不起李鸿章 但实际上 慈禧和李鸿章 这两个表胡将的政治智慧 秒杀这个世界上 99.9%的人 战略上的失误 是不能通过 战术上的成功来弥补的 大方向定错了 那就只能一路下坡 滚到坑里 光沙车是没用的 听他如此轻松地 说出这一切 苏义成已经感觉到了 他的不屑 他虽然表面上 仍然不愿意承认 但心里已经隐约知道 顾曼的学识 见识 其实远在他之上 但他反而 不像刚才一样 汗流加倍 而是挺直了几辆 我知道你是什么意思 方才你所说 确实有一定道理 大宋得国不正 内忧大于外患 但我不像你 可以隔岸观火 故土难离 我的家人 亲朋故旧 都是大宋子民 我难道还能 弃他们于不顾吗 无论如何 我都不可能坐视他们 被一组铁蹄践踏 更不可能卖国求荣 哪怕前方是死路 我也要走一走 舍得这一身寡又何妨 顾曼一正 那一瞬间 他突然开始反思自己 我是不是算计太多了 我是不是太在意 得失成败了 人可以聪明 但不能太聪明 聪明过度 没有半点血泳之气 窝在那富贵安乐窝里 享清福 和那灰青二帝 满朝奸臣 有什么区别 明知不可为而为之吗 白死不悔 到了这一步 话其实已经说尽了 顾曼知道 自己是不可能阻止 这个年轻人去送死了 既然你坚持要这样 那我帮你准备点东西吧 我看你对此 似乎并不赞成 小人同而不合 君子和而不同 你选的路线我不看好 你对女性的观点 我不接受 但你的权权爱国之心 我看到了 人心肉掌 我也会感动 为你做些准备 让你胜算大上几分 哪怕只是几分 也算不往你我相识一场 苏一辰的眼圈渐渐红了 好半赏之后 一一扫地 娘子之心 苏某也看清了 苏某亦是感动 等他站起了身 又说 娘子帮忙是情义 但苏某不会叫娘子白忙 然后 这个商业天才随随便便上了点货 又给顾曼带回一大堆黄金 第十章 我是他表弟 要讨好宋徽宗召集 容易 而他所喜爱的 无非是音乐 美术而已 不容易 当然是因为 得加钱 宋徽宗作为皇帝 见多识广 一切粗制滥造的玩意 都入不了眼 能引起他内心 小小波澜的艺术品 即便是在现代 即便是全用复制品 也总价惊人 而且不能随意买到 顾曼手里的钱不太够了 不得不拿出一部分黄金 去银行 想对成现金 结果不去不知道 一去才发现 这些银行 金店 收购黄金的时候 谁有多深 由于顾曼手里这些 都是宋代的文物 也都不是纯金 更没有999足金的标志 银行是不收的 到了金店 对方说他的金筷子 金饺子 金条子 都有杂质 要拿盐酸洗一洗 洗完再称重 对比原来的重量 确定含金的比例 但顾曼好歹是 顶级学霸出身 学过化学的 杂质融于盐酸 黄金不融于盐酸 确实不假 但它们的洗液 必然是盐酸加硫酸对的网水 黄金不融于盐酸 也不融于硫酸 但偏偏融于盐酸 对硫酸形成的网水 这一洗 别说金块里含的银和其他金属 黄金也能让它们容去不少 最后所谓的含金比例 必然比实际要低得多 顾曼说 要检验他手里的化学溶剂 老板的笑容冷了下来 你这样 我还赚什么呢 是不是 行 顾曼被这帮奸商逼急了 一气之下 跑到了国家经营制品质量检验中心 不是不能折价卖 但一定要心里清清楚楚 到底折了多少 他绝对不想两眼一抹黑 被这帮奸商坑 结果他刚把这一批金子送去检验 预付了检验费用 人还没回去 已经接到了来自母上大人的电话 我和你爸就出去旅游了半个月 你怎么就能给我们俩 准备这么大惊喜呢 金屋藏娇 是吧 养小奶狗 是吧 我问了 人家孩子才是吧 顾曼呢 你有底线吗 完蛋 走之前 顾曼和苏毅臣 本来定好了一套说辞 顾曼教他 如果有人问他身份 他就说是他表弟 学艺术 所以刘长发 搞乐队 缺钱了 就去横店拍戏 他连客人来了 怎么收银都交给他了 就是忘了自己爹娘 今天要回家 一想到老妈一进门 问苏毅臣身份 苏毅臣说是顾曼的表弟 他有几个表弟 老妈还不比他清楚 一个冒名顶替的表弟 18岁 搞乐队的 还混横店 现在直接住他家里 完了 他都不敢想象自己的下场 捏手捏脚走回自家店面 又捏手捏脚上了二楼 顾曼在听到第一句话 事实后 就差点一个跟头栽下去 伯母放心 我会对他负责的 苏毅臣 你负责 负什么责 饭可以乱吃 话不可以乱说 母上大人果然会轻易 被这种话安抚住 孩子 爷也不想为难你 但你现在这个样子 说什么负责不负责 都是空谈 不行了 再让这几位鸡同鸭讲下去 不知道要出什么乱子 顾曼只能硬着头皮上 他咧嘴露出一个露出十六颗大牙的笑容 爸爸妈妈回来了 我去给你们做点饭 小苏快来帮忙 给我站哪 母上大人冷冷一句话 气势如泰山压顶 苏毅臣好像在那一瞬间 就知道了顾曼这一身气场 是像了谁 不过 如水点豆腐 一物降一物 在李静雅女士面前 顾曼乖的像个安纯 妈 别管我叫妈 我没你这样闺女 门口快地缘 都知道咱家多了一口人 就我们两个大冤种 现在才知道 不是不让你搞对象 之前也不知道 有多少人给你介绍对象 你说 你不想随便将就 都依你 让你单身 让你自由 结果你倒好 你给我唱这出 这孩子才十八呀 我的小祖宗 你也真下得去手啊 我们俩不是你想的那种关系 不是我想的那种关系 李静雅女士哼笑一声 走上阳台 从静衣架上 取下一件男饰平脚裤 反手甩在了顾曼面前 你给我解释解释 不是那种关系 是什么关系 顾曼沉痛符额 苏毅诚脸红如血 你大姨刚才还说呢 我们俩旅游回来 再加上听说 我们家多了个小女婿 要请咱们吃饭呢 就现在这样 还吃什么吃 像世界摊牌 你是色中恶鬼吗 不是 结果听到这里 一直低头不语的苏毅诚 突然来了气性 我就这么见不得人吗 啊 不是 顾曼怕他气得口不择言 赶紧给他顺毛 没有 没有 你还是很优秀的 搞乐队的大明星呢 真是好优秀啊 李静雅女士 翻着白眼 阴阳怪气 他这态度 把顾曼都弄得到火上来了 什么搞乐队的 什么横电武功 都是随便编出来对付外人的 实际上 人家刚参加完公务员考试 比是全国第一 参加科举 省市的届员 确实是全国第一的水平 考工 全国第一 他才几岁 顾曼把胳膊一抱 拽得二五八万 他就十八 怎么了 天才 从小就跳级 我校友 本科已经毕业了 年纪轻轻就当了举人 跟从小跳级 现在本科毕业好像也差不太多 这个水平 折个清华北大 也不过分吧 李静雅女士清了清嗓子 表情不自然了起来 故作不经意地问道 什么单位啊 顾曼双手插腰 豪气甘云 国W院 宋代科举 状元可是直接进中央 给皇帝做秘书的 那和进国W院 有什么区别 我就说嘛 小伙长得这么帅 是吧 这么周正 这么有气质 肯定不是那种 不正经人家的孩子 就你 顾老二 非说人家这不好那不好的 是吧 躺着中枪的顾曼爸爸顾文山 我 不是你还是谁 顾文山人在家中坐 锅从天上来 但还比较理性 比较有怀疑精神 先不说这个 我就问你 公务员可以刘长发吗 啊 接的 等去报道之前拆了就行了 顾曼眼珠一转 就是一个谎 啊 那你现在就给他拆了吧 我这就给你大姨说 别上外边吃去了 咱在家坐 啥 第十一章 小插曲 顾曼看见了苏毅臣那副表情 不用他说 他就知道 他心里在想什么 身体发肤 受之父母 不敢毁伤 于是顾曼赶在他抗议之前 赶紧补救 拆什么拆啊 人家刚接一个月 你知道接一次多少钱吗 人家马上就要套上小家板了 现在趁最后机会 赶紧享受享受 玩玩音乐什么的 你连你女婿最后这点快乐 都要剥夺啊 苏毅臣听到他如此自然地 说出你女婿三个字 耳朵间又红了起来 话也别说太早 他才十八 李法定婚龄还有四年呢 走着看吧 李静雅女士那皇太后一样 稳如泰山的范儿 又出来了 走 起来 买菜去 皇太后拿胳膊肘对顾文山 顾文山根本无力反抗 只得满脸不情愿地站起了身 落过顾曼身边的时候 李静雅用胳膊肘戳了戳她胸口 冲她一挤眼睛 意味深长地说 就你个丫头骗子 会享受 等等 妈 她现在只是比试第一名 面试还没开始 事已密成 言以泄败 结果没出来之前 咱们别四处张扬 免得节外生枝 好不好 知道 还用得着你提醒 你看我信吗 顾曼比谁都清楚 自己的母上大人 这个大喇叭的属性 如果没有自己提醒 一会端起酒杯 她就能把自己 跟她说那点事 一字不落都抖出去 不是 等会儿 皇太后像是突然想起了什么 我听门口快递员 说她天天在家看书 是在准备面试吗 对啊 那我整一大堆人上家吃饭 影不影响她 顾曼故意做出十分犹豫 但又不好意思拒绝的表情 可能有点影响 但是问题应该也不大吧 那快拉倒吧 面试要紧 我跟你大医说 孩子在家准备考工嘛 你就留家里陪她吧 我跟你爸出去吃饭去 考工的事 你最好也别说 我大医父你还不知道 回头知道了 又托她办事 国大不留院的事 是那么好办的吗 走 知道了 这才哪到哪就护上了 嘿嘿嘿 顾曼总算安抚好了老娘 深深松了一口气 她给苏一辰 比了一个风景扯乎的手势 拉着她回了自己的房间 还锁上了门 顾文山在外面皱起了眉 这不太好吧 李静雅在背后推了她一把 救你是多 你闺女都二十五了 她还能吃亏 话也不是这么说的 你赶紧跟我走就完了 说起来 苏一辰还是第一次进顾曼的闺房 这时顾曼从小住到大的房间 里面只有一张单人床 一个带书柜的书桌 还有一把工学椅 苏一辰一进了这个屋子 手脚都不知道往哪放了 低头看着顾曼拉着自己的手 只觉得空气都变得粘稠而浑浊 顾曼也注意到了 自己拉着她的手赶忙松开 结果下一瞬间却被她反手握住了 啊 她一双眼亮晶晶的 如果此去能活着回来 娘子可愿意 啊 十八岁直求帅弟弟什么的 也太难顶了吧 顾曼尴尬的别开头 顾左幼儿言她 你还是先活着回来再说吧 你听我的 想讨好宋徽宗 大致分几步 第一步 用她见所未见的艺术形式打动她 从未见过的艺术形式 什么意思 顾曼拿出手机 两个人面向镜头 她按下了快门 然后把照片递给苏逸臣看 这就叫照相 瞬间完成 栩栩如生 照片里 俊男美女配了一脸 这么神奇 苏逸臣虔诚地捧着顾曼的手机 这小小的黑盒子 到底能做多少事情 可是 难道你要让我把这东西带过去 给官家看吗 可以打印出来的 像素高 照片质量高的话 视觉效果非常震撼 你觉得拍照出来的奇景 宋徽宗会喜欢吗 苏逸臣点了点头 于是顾曼采购了很多原版进口 表达自然之美的摄影集 冰川 湖泊 火山 盐湖 海岸 宋徽宗长年居住宫中 只能搜集花鸟骑食做消遣 如今只要把册子一翻 真山真水就在眼前 想来对他来说是不小的震撼 想来也正是因为这个 他才让王熙梦创作了千里江山图吧 第二步 用他的年代没有的艺术技法打动他 中国古代绘画 一部讲解剖 二部讲透视 要讲写实 宋徽宗赵吉本人 可能就是整个中国古代艺术史的巅峰 再往后的文人画越来越抽象 越来越抽象 没有人研究光的传播路线 近大远小这些客观规律 更没有人去把这套规律总结出来 所以如今只要我们像当时第一画家 书法家徽宗赵吉展示这一客观规律 以他的艺术水平和欣赏水平 应该一眼就能看出其中奥妙 这又触到了苏一辰的知识盲区 什么叫解剖 什么叫透视 爸妈已经出了门 顾曼干脆把苏一辰领到了客厅里 打开电视 在哔哩哔哩给他找了两个科普视频 美术一类 纯讲视觉 通过视频学习是最直观的 这还是苏一辰第一次看电视 眼看着这么大一个屏幕上 不仅有栩栩如生的人和环境 这一切还能动 还有声音 苏一辰又一次受到了巨大的冲击 这千年以来 究竟有多少变化 是我不知道的 顾曼笑了 又说出了自己的经典台词 学霸 学无止境 光影 虚实 明暗 这边把苏一辰留在客厅看科普教育片 那边顾曼自己则去找了一些国风背景的游戏原画画集 内容生动 想象奇鬼 画面规律 更重要的是 中国风背景的游戏原画 有很多水墨风 甚至工笔风 从画风上来讲 更容易被宋徽宗接受 而为了服务于3D建模 游戏原画都严格遵守光影线条 透视的客观规律 角色设计也非常讲科学 哪怕是怪兽 都设计了骨骼和肌肉 相当结实 就给我们宋徽宗 一点小小的互联网时代的震撼吧 这些他店里都没货 他也是现从渠道商手里下单的 为了加急 还得多出不少钱 冲灌伊怒为红颜呗 还有什么办法 再直观一点的 这就得那些金子都卖掉之后了 毕竟手办什么的 精度高到能入宋徽宗的眼 那都很烧钱呀 第十二章 电视Vault 这边顾曼还在愁 怎么将手里这一批黄金脱手 那边突然有人给他来了的电话 顾小姐 你手里是有一批黄金想要出售 是吗 我烧 顾曼皱起了眉头 您是哪位 您是从哪里得知 我有黄金要出售的消息 是龙凤银楼的老板 就这个王八蛋 把自己卖了 本来他玩那些偷金短两的小猫腻 顾曼就对他印象很差 还出卖自己的隐私 顾曼简单粗暴地回答道 不好意思 不卖 说完直接把电话挂了 对方根本没想到 他一个小姑娘 有人找上门来要买黄金 居然拒绝得如此干脆 态度如此粗暴 他不信这个鞋 又打了过来 顾小姐 不用硬撑 我知道你现在很愁 如何将黄金出手 我不愁出手 这一批黄金 已经送去国家经营检验中心鉴定了 结果出来之后 会有相应的鉴定证书 现在华国也在囤黄金 漂亮国也在囤黄金 黄金毕竟是硬通货 我不相信出不了手 话是这么说 但是具体到销售的时候 套路还是很多的 我真的很诚心 想要收你手里的黄金 你考虑一下 这样吧 不管你哪来的精气 黄金含量占百分之多少 我都按999足金的价格收行吗 不好 我不喜欢占别人便宜 也不喜欢别人占我便宜 顾曼把电话又挂了 他这一番操作 把对面都搞懵了 不仅对面不理解 旁边的苏一辰 也十分不理解 顾曼神色凝重 你给我的这些精气里面 有两个金饺子 应该是从金钉上切下来的吧 苏一辰点了点头 确实如此 咱们碰上行家了 但我并不想让别人知道 我这一批黄金 究竟从何而来 他接近我 目的绝对不是买这几块金子 这么简单 苏一辰愣住了 那怎么办 低调行事吧 都说盗墓容易消脏难 顾曼手里 这些金子虽然不是脏物 更不是盗墓倒出来的 但要想神不知鬼不觉出手 还真是有点麻烦呢 手里拿着大把黄金 却不能转换成现金 以至于存款即将见底 顾曼确实觉得有些头疼 不过眼看着电视就要开始了 他现在也没有心思琢磨这些 反而脑灯大开 哎 哥们 我给你个摄像机 你去帮我拍个电视 Vogue好不好 什么 过格 就是这个东西 来 我给你看 顾曼打开B站 给他展示了一个又一个Vogue 就是生活记录视频 也不需要拍得很专业 你就随便录一下 回头把内容给我看看就好了 活生生的皇帝 活生生的大臣 活生生的北宋皇宫 还有活生生的新科进士们 虽然不能穿越过去亲眼目睹 但让苏一辰把他们都拍下来带回来 那也可以饱饱眼福 长长见识 对着官家和各位大人直接拍吗 苏一辰还是有些犹豫 那倒不用 我买一个运动相机 别在你衣服领子上 你只要一切如常 就能把你面前所有的一切的影像 都记录下来了 苏一辰还是有些犹豫 顾曼看他这副样子 抱着他的胳膊开始撒娇 好弟弟 只有你一个人 能在这两个世界里来去自如 姐姐想去你们那边看看 根本就看不到 你就给姐姐一次机会嘛 苏一辰猴头滚动 脸红到了脖子根 我恐怕不能像那些up主一样 拍得那么好 拍成什么样都是情分 你只要肯帮姐姐拍 姐姐就记你的好 来日姐姐有一块肉吃 定有你一口汤喝 就给我喝汤啊 苏一辰挑起一边眉毛 故作不高兴的样子 肉也给你吃 顾曼嘴上答应得十分痛快 心里却在盘算着 等他拍了视频回来 剪辑一下 发到网上 没准就能迎接波天的流量了 什么古装片 能有这个真实 到时候还卖什么黄金啊 都给老子打成金首饰 他这边正畅想着 未来的波天富贵 根本没注意到 被自己抱着胳膊 还没松开的苏一辰 嘴角已经比AK还难压了 说干就干 还是大方地道网上买了一个Volk专用运动相机 相机非常小 看起来像得小配饰 为了使他与苏一辰的整个造型更加融合 顾曼干脆给运动相机的白色塑料壳上了一层金漆 经过他一番操作 整个运动相机看起来 就像一个镶嵌宝石的小手势 别在他衣领上 还有那么几分好看 虽然形状还是有点奇怪 但已经没那么引人注目了 给相机充宝电 怕电量不足 还给苏一辰带了个充电宝 帮他整理行装后 顾曼将他送出了门 穿到墙另一边的苏一辰 直奔黄城 你这几天都到哪去了 苏兄 童年聚会你 从不参加 勾兰院里也未听到你的花名啊 进考场之前 几个相熟的考生 围着苏一辰打去道 这几位 省市的成绩出了之后 基本就抛在了勾兰院里 他们看苏一辰 眼底也有淡淡的青色 怀疑他是同道中人 丝毫没有怀疑他 这段时间都在温书 但是东京城里的花楼画坊 他们都逛遍了 居然从来没遇见过他 说吧 苏兄 究竟是哪里的家人 勾引你整夜不眠不休啊 难道是东京城里 还有隔几个都不知道的好去处 一提到家人 苏一辰脑子里不可控制地 浮现出了顾曼的身影 脸上就是一红 他这一脸红 隔几个更兴奋了 悠悠悠地起了一阵红 非得逼他招任 自己究竟去了哪个美人帐中 苏一辰把脸一板 我家娘子不是风尘女子 我与他清清白白 来日是要八台大轿前去迎娶的 诸位兄台不要打去了 一个梁家女子 把你迷成这样 真是没见过世面的童子鸡 你跟着搁几个混 保准让你几天就把他给忘了 死间乐不思蜀哦 说到这里 几人相视一笑 那笑容可以说是猥琐至极 宫门开了锁 考生们陆续开始进攻 打断了他们猥琐的笑声 苏一辰连忙进入队列 远远看着几人 被酒色财气浸透了的那副样子 内心鄙夷 只是不好真的和他们撕破脸罢了 这就是我大宋未来的栋梁之财吗 如此 王国要如何避免 第十三章 开城不公 到底考得怎么样 这回你总能跟我说实话了吧 我还真不知道 之前省事都是弧民藤禄的 考官们判的都是蒙住名字 有专人抄写出来的试卷 没人能靠认出牙内们的自己来作弊 如今是电视 虽说上头有官家做主 但官家身边奸臣当道 奸臣若是尽些谗言 我能考第几名还未可知 也就是说 你对自己的实力有信心 只不过对朝廷没信心咯 苏一辰笑而不语 眼神里的光芒却是掩盖不住的 顾曼看他这样 这副样子 明嘴一笑 换了个话题 算了 我先看看你那Valk拍得怎么样了 苏一辰配合顾曼 把运动相机从领子上往下摘 结果摘到一半 突然想起 自己那几位童年猥琐的状态 还有自己的大胆发言 摘到一半的手蹲在了当场 顾曼发现他状态不对 怎么了 还有什么 是我不能看的吗 难不成是有人请你喝花酒了 苏一辰瞪圆了眼睛 没想到他猜的离真相这么接近 他为了自证清白 立刻把相机塞到了顾曼手里 你看 你随便看 我可没跟他们去喝花酒 急什么啊 想喝就喝呗 你 不介意 苏一辰的表情有点难以置信 据他一贯以来对顾曼的了解 这小姐姐可不是那种以赴为天 不管夫君在外面怎么玩 只要肯回家就感激涕铃的女子 我又不是你的谁 有什么立场介意呢 好 在这等着他呢 那 如果你的夫君喝花酒 你会打他吗 不打 打他干嘛 苏一辰把脸一板 沉迷酒色终究不是正道 该打打两下也行 反正他也不爱喝花酒 打也打不到他头上 不如趁机表个忠心吗 结果顾曼笑得淡然忧远 我不会打的 我只会换个夫君 成年人只做选择 不搞培训 结果顾曼打开运动相机 连上手机 视频刚放没多一会 几个猥琐的童年考生 已经刺着大牙凑了上来 第一视角看他们那副样子 简直有些让人不适 顾曼刚露出一副地铁老人 看手机的表情 就听到我们沉沉大胆开迈 我要八台大叫取他进门 如果没有自作多情的话 他说的好像是我耶 顾曼斟酌了好一会 才向苏一辰解释道 我不嫁人 苏一辰正住了 姐姐是什么意思 难道你有出家之心 顾曼摇了摇头 我们这个时代不只有嫁娶 及女子去人家做上门媳妇 还有入赘 当然你们那个时候也有 除此之外 还有两头婚 不谈谁嫁谁娶 不分厚薄 孝敬双方父母 生两个孩子各根一方的性 我家倒也不需要算得这么些 但我也绝对不接受去做上门媳妇 如果遇见喜欢的 小两口可以一起出去建立一个小家 一起过日子 我是独生女 不可能是嫁出去的女儿 泼出去的水 我会继承我父母的全部财产 也会承担他们养老的全部义务 我未必会生育 所以孩子性什么的问题 倒也不急 你这 这条件对于古人来说 太过苛刻了 首先 他们怎么可能一结婚 就脱离宗族 那是农业时代 再者说 不孝有三 无后为大 不生孩子 怎么传宗接代继承香火 这种思想刚硬 直到21世纪的现代 还烙印在某些男性心里 别说是12世纪的古人 对于顾曼苛刻的条件 苏毅臣严重怀疑 他只是没看上自己 再感人 他一个状元之才 不知道有多少妃子相公 争着想要把女儿嫁给他 虽然顾曼很有气质 很有才华 但毕竟出身平平 还比他大几岁 他万万没想到 自己居然是被嫌弃的那一个 顾曼也知道 自己所说的 这种婚姻方式 几乎只适用于 生活在原子化社会的现代人 不过顾曼也不会为难苏毅臣 逼他接受 你不需要表态 知道就可以了 这没有半点商量 余地的态度 把苏毅臣的火 彻底拱起来了 他来从前是在下冒犯了 从此以后 在商言商 在下不会再不自量力 揪了一下 但他向来认为 两个人如果不合适 就不要耽误彼此的时间 免得以后一会爱来爱去 一会恨来恨去 互相折磨 乃狗弟弟嘛 那还不 多的是 啊 对了 你那块玉佩 你这几次给我的金子 足以把它赎回去了 我去给你拿 顾曼登登登 就往楼上跑 等等 苏毅臣突然叫住了他 我没有别的意思值 只不过 现在要用钱的地方还很多 你之前说过的那个什么手办 不是很贵吗 有钱先换些化作 手办回来 缓缓回过头 这个姿势凸显出全身曲线 性感柔美到无以复加 但那张玉白的脸上 是一双深不见底的寒谭一样的眼睛 苏毅臣咬着牙别过了头 娘子不要以为我是想赖账 如果娘子实在急着甩脱这个包袱 我再去赚些金子 也不是不行 顾曼垂下了眼帘 淡淡地说 既然你不急着要 就先放在我这里吧 我这里虽然不是什么保险柜 但好歹治安好 一年到头 也出不了一件大案子 气氛尴尬 一桩我也不骗你 我会把你拍的视频剪辑一下 发在网上 如果产生了任何收益 和你五五分成 你有意见吗 苏毅臣背着手 站得比直如一颗轻松 不用了 举手之劳而已 如果赚了钱 就当是我给娘子的辛苦费 行 然后顾曼开始自学剪辑 特意注册了一堆新账号 统一叫大宋生活笔记 然后把精心剪辑的视频 发到了各个平台 一顿操作猛如虎 一看点赞25 一天一夜过去 几个平台加在一起 一共25 顾曼的心拔凉拔凉的 感觉脸疼得不行 自己还说赚到了钱 给他分一半 这特么的能赚钱吗 卷 太卷了 现在这个自媒体行业 也是真不好干那 第十四章 状元 靠怜取胜 就在顾曼和苏毅臣 正在2024年的这边 闹别扭的时候 墙的另一边 两位相国 也把宋徽宗闹了个够呛 此时在位的左相王府 是北宋六贼之一 金师歌谣是这么唱他的 三百贯 约通判 五百锁 执密格 翻译过来就是 在他手底下 想当官 得花钱 你花多少钱 就能当多大官 这一届科举 他就没少收钱 花钱最多的那个 他有意 把他送上状元之位 至于对方有没有真才实学 当了官之后 又要怎样从百姓身上 把送给他的钱刮出来 那就不在他的考虑范围内了 官家 一辰所见 本次电视 一甲第一名王昌义 第二名政见 第三名陈忠 省市的介员苏毅臣 文章仍显稚 唯二甲第一名 王昌义 宋徽宗突然皱起了眉 见官家这个态度 王府心里一沉 这位爷从小就是个 斗鸡走马的角色 出生的时候 他爹梦到了南唐李后主 外面一直都传 他是李后主转世 他也真是顽固的不负众望 谁都没想到 他能登上皇位 而后他自登记以来 一会玩书画 一会玩棋时 一会张罗着修园子 最近又迷上了修道 平时向他禀报什么正事 他基本都头不抬眼不睁 忙着呢 你们看着办吧 今天王府特意挑他练单练的 正来劲的时候 买禀报 就是想趁他不注意 把自己手底下这几个关系户 都塞到前面去 平时都是这么办的呀 今天怎么着 他还察觉到不对了 难道官家要雄起 一改从前作风 开始勤政 这边宋徽宗皱着眉头说 王昌义绝不可谓一甲第一名 王府额头上冷汗直冒 但还是硬着头皮 想为这位绑一大哥争取一下 王昌义精学娴熟 胸有秋贺 宋徽宗斩钉截铁 此事并无伤两余地 王府十分不解 文章他也没怎么看呀 怎么就觉得王昌义不行啊 宋徽宗看他这个表情 淡淡地解释道 王昌义容貌丑陋 不堪为大任 搞了半天 使宋徽宗对王府的提议产生不悦的 不是他作为一个皇帝的责任心 而是他作为一个画家的顶级审美 谢元苏义成 点为一甲第一名状元 这回都不用问 王府就知道 脸依然是苏义成 被官家看中的最大原因 怎么和榜一大哥交代 差不多糊弄糊弄也就过去了 就他那两把刷子 扶他考上进士 都属于逆天改命 要怪也怪他爹梁不会生 他但凡丑得不那么引人注目 也未必能被官家记住 至于这个苏义成 平白生了一张小白脸 敬恶他的事 远在时空另一边的苏义成还不知道 他空有状元之才 得到状元之时还得靠脸 更没想到 他只是拿到了自己应得的名次 就将一国宰府狠狠得罪了 有的人只是堂堂正正活着 就挡了小人的路 小人恨你 未必是因为 你做错了什么 只帮他带了一次 再不需要交 在出门的时候 苏义成自己把运动相机充好店 别在了领口 可是顾曼没有跟出来送他 别说是跟出来送 他连房门都没出 隔着一扇门闷闷地跟他说 东西我都放在前台了 装在旅行包里 你背着就走吧 苏义成的手轻轻放在门上 扶过免气门细腻的纹路 最后又收了回去 滴滴说了一声 好 上次也算是把话说开了 然后他就避嫌避到这种程度 苏义成的心象 是被谁捏了一下 莫名的酸苦涌向了四肢百骸 门里的顾曼也十分无语 他一直觉得 自己纯纯爱情坏狗 理智到冷血 从不会为任何男人牵动情绪 结果和个奶狗弟弟吵个架 情绪上来 红斑狼疮居然犯了 满身的红疹子太丑了 连脸上都起了一些 根本没法见人 他现在就等着苏义成出门 他前脚走 他后脚就准备去医院复查 倒没想到这一朵 更伤了奶狗弟弟的心 失恋小狗苏义成 和童年考生集聚集音店 等待考试结果的时候 都还神有无外 难以集中注意力 直到唱名唱到了一甲第一名苏义成 他才恍然惊觉 看见大太监梁诗成牛哄哄过来 引着他上前拜见官家 微微欠身算是行李 便跟着他走了上去 他记性太好 知道面前的 正是六贼中的另外一个 梁诗成 此人自称是苏氏 被贬食抛弃的怀孕小妾所生 颇以欺负为傲 不管真假 反正是没继承苏氏 吟诗作父的才华 专好弄权 逢阴妹上 一度权势滔天 被称为影香 苏义成本想着维持个表面恭敬 不想早早将这人得罪 但毕竟年轻 一双眼睛里的鄙夷和仇恨 是藏不住的 梁诗成一个宦官 纯纯人精 不会错过一点细节 他和宰相王府勾结 对于对方收了钱 没办成事的情况 已有了解 再看到苏义成这眼神 瞬间已经动了杀心 但大太监城府如鸢如海 丝毫没有露出来 还是笑得春风拂面 盛赞苏义成好才华 好像貌 他心里想的是 这么好看 要不玩玩再杀吧 看这小脸蛋 看这小身段 雪白的皮肤 被鞭子抽出红印子的时候 一定很美 惨叫 也一定很动听 他到底会不堪凌辱而屈服 还是抵死不从 被他变着花样折磨呢 他都好期待啊 被梁失诚猥琐的 充满恶意的目光注视着 苏义成只觉如芒在辈 变成天子门生 状怨极地的喜悦 都不能完全将这不是冲淡 而充满恶意的目光 不止这一道 还有被他挡了路的 课金选手王昌义 被他耽误了事的左相王府 北宋末年 王朝如此乌浊 以至于一个干净的他 水灵灵地上了位 就成了一种错 第十五章 海格不高兴 苏义成打马游完了街 接受了全城大姑娘 小媳妇的智果迎车 再一次来到古晋书屋的时候 发现里面根本没人 他这才恍然惊觉 自己在不知不觉间 已经把这里当成了家 不管发生什么事情 都要回得去处 至于他原来 在京城歇脚的那个客店 自从他还清了房钱之后 就再也没去过 其实顾曼和他有什么关系呢 一个相熟的书铺女掌柜而已 顾曼不在家 店也没开门 书库外面卷帘门拉着 屋子里面一片漆黑 在这里住了这么久 苏义成根本不用别人教 熟门熟路顺手开了灯 才更觉得 自己真是不把自己当外人 灯一开 他就看见了顾曼留在前台的纸条 纸条上压着一只手机 这是顾曼淘汰下来的 一直放着 虽然过时了 功能却是齐全的 他想来想去 怕苏义成来店里找不到人 就跑到隔壁连通办了一张电话卡 装在了里面 又把手机充上店 一起留给了他 纸条上内容很简单 书你随便拿 登记出库就可以 如果有事 给我打电话 手机锁屏密码是1234 我的手机号码是181XX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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苏义成拿起了那手机 按了一下侧面的开机键 屏幕亮了起来 紧接着他又直逐了 中了状元是他的事 要与他分享吗 这样的事情 值得打电话特意通报吗 他是他的谁 而他又是他的谁 他正在犹豫不定 外面卷帘门 突然被人一顿暴力猛拍 他皱了皱眉 在里面喊了一声 今天不营业 外面一人骂骂咧咧 操 有人还他妈装死 隔几个后门堵塌 顾曼家书店 开在小区一楼底商 门面房是地下室 一楼 二楼一起出售 地下室是库房 一楼是书店 二楼是顾曼的生活区 这几年间的新小区 由于消防方面的要求 都会有后门 也就是紧急逃生通道 而这几个人 似乎对小区地形十分熟悉 几分钟后 就精准地出现在了 古今书屋后门 苏一辰到了后门没多久 房到门外就传来了一通像 是要把门敲坏一样的暴力砸门声 苏一辰其实试过 不管是从前门还是从后门 他都是出不去的 他每次企图破门而出 系统就提示功能暂未开启 是的 他其实也觉醒了系统 不过他的系统非常简陋 显然买家版的系统功能 就是比较单一 他只能看到 自己目前所拥有的积分 以及距离解锁 更大地图所需要的积分之间 还有很大的差距 他一看来者不善 随手提了一根拖把 才去开门 苏一辰老家在苍州 直面辽国 从小到大跟打草谷的兵匪 斗智斗勇 斗争经验之丰富 不是现代社会的流氓混子可比 他的武艺也是正经练过的 学的是杨家枪 拖不在手 专业对口 开门的时候 他把拖把背在身后 斯文的脸上露出淡淡的笑容 店里已经打烊了 请问你们找谁 外面有五六个 闻着大花壁的社会青年 有几个留着锅盖头 穿着痘痘鞋 还有两个替着光头 满脸横肉 后脑勺上好几道褶子 他们后面有个中年人 挂着佛珠 盘着手串 还摇着个折扇 看见苏一辰 脸上也露出了一个 自以为斯文的笑容 小兄弟 这事和你没关系 你最好别掺和 去 帮我找顾曼 说他上次挂海哥电话 还拉黑海哥 哥很不高兴 就是上次自称 要买黄金的人了 看他们这副样子 苏一辰越发觉得 顾曼挂他们电话 挂得真对啊 他笑容未改 只是眸色越来越冷 他不在家 装什么装 让他出来 前面有个胖子不耐烦了 苏一辰看起来 依然冷静而克制 我劝你们 不要动手动脚 不要硬闯 你个小逼仔子 还跟哥耍横 我操 我 冲在最前面的胖子 被衣脱不赶对飞的时候 人还是猛的 而苏一辰站在门里 还是笑盈盈的 脱不像毒蛇出洞一样 把胖子对飞之后 就又被他背在了身后 几个人只见眼前一花 人就出去了 简直难以相信 出手的是苏一辰 不是 刚才是这小子打我吗 好像是 哥 你们几个就在这儿干看着 一小白脸 收拾不了 几个人一哄而上 于是也都是一样下场 苏一辰一夫当关 万夫莫开 一赶脱步 被他使得虎虎生风 也得亏这是脱步 不是真正的杨家枪 几个小流氓 只是乒乒乓蹦 躺了一地 没有丧命 直到他们一个挨一个全被撂倒 还是难以相信 自己居然被一个 嘶嘶纹纹的十八九岁的少年 给干趴下了 这小毛孩子 确实是有点肌肉 不过他们都认为 他身上是健身房 练出来的死肌肉 跟他们那种 身经百战的没法比 结果 就是啪啪打脸 他们背后的大哥 把折扇一合 往手里一拍 脸色要多黑有多黑 我们好心好意 请故小姐出来谈谈 你动手是什么意思 他的小弟嗷呜一声 就要闯人家门 现在他上嘴唇 一碰下嘴唇 道成了苏依晨要动手打人 苏依晨冷笑一声 牵起一边嘴角 露出了他可爱的小虎牙 眼神却万分讽刺 你说这话 你自己信吗 这个大哥无语地点了点头 好好好 这事没完 晚上睡觉的时候 记得睁一只眼睛 然后他把躺在地上 哎呦哎呦的小弟 一个一个踢了起来 黑着一张脸 一车把人拉走了 苏依晨关门回去 给顾曼打电话的时候 几乎有点小兴奋 这回 不算他没事找事了吧 本来都想着 绝对不能再留宿了 可是他一个女孩子 自己住在店里多危险呀 需不需要人手艺啊 就算不提什么婚姻之约 只是出于义气 他帮忙也不是不行的吗 他拨通了顾曼留给他的号码 电话滴滴滴响了半天 才被接了起来 电话另一边的顾曼 有重重的鼻音 你回来了 成绩怎么样 哦 还行 一甲第一名 你还是这么发尔赛 苏依晨已经习惯了顾曼嘴里 奇奇怪怪的各种用语 必要的时候 才会刨根问底 没有纠结凡尔赛是什么意思 而是像顾曼说起了刚才的情况 我给你打电话 是因为有人来店里闹事 对方有五六个人 身上有刺青 看着就不是善类 你没事吧 他们没对你动手吧 不行就报警 千万别死卡 啊 我没事啊 几个人我都打发了 听到他如此紧张自己 苏依晨嘴角难压 打发是什么意思 就全放倒了呀 他们的头头 撂下两句狠话 然后带着他们坐车走了 你自己一个人 把五六个流氓全放倒了 躺在床上输液的顾曼 一个鲤鱼打挺就坐了起来 第十六章 防王喷雾plus版 点滴挂完之后 顾曼急匆匆就往家赶 这一天的药用完 他脸上身上的疹子 基本都消了 隐隐约约能看到一点红腻 回家之后 他急急忙忙捧着苏依晨的脸左 看右看 你一个人打他们一帮人 真没事 苏依晨被他这样关心 心里愈贴 但外在表现 只有满脸不屑 地痞流氓罢了 我看他们身上有刺青 还以为有什么前科 一动手就发现不过耳 宋代已经有刺青了 而且那个时候 情面是一种刑罚 就是在罪犯脸上刺子 在苏依晨的认知里 纹身的都是危险分子 顾曼抱着他左看右看了半天 意识到这个状态 好像又有点暧昧 尴尬地抽回手 还在自己胳膊上蹭了蹭 他只能转移话题 练过 苏依晨点了点头 小时候拜师边君教头 学过几年武艺 聊人总是扰边 学的枪法倒也常用 枪法 这家里哪有枪 没有枪 脱步总有罢 几个流氓而已 也犯不着完真的 反正你没事就行 这几个流氓还能爬起来走 估计也不至于伤筋动骨 他们上门寻衅滋事 也不至于报警 最麻烦的是 他们可以千年做贼 咱们不能千年防贼 老有人在暗处不怀好意地盯着你 真是难受 想到这里 顾曼又点开淘宝 开始买买买 防狼喷雾买几瓶 算了 我直接买那个plus版 蛆熊喷雾 连棕熊都能放倒 这几个流氓更不在话下 还有这个 爆裂闪光灯 短暂质忙 博主们都说了 若女子少带什么尖锐武器 搞不好被抢过去 反而要自己的命 就这闪光灯最实用 Church Washwall一通下单之后 顾曼抬起头 到时候也给你带几个 男孩子出门在外 也要保护自己 苏一辰在那一瞬间 就想起了大太监的梁师成 那仿佛站在自己身上的恶心目光 拒绝的话被他咽了下去 他怎么知道自己也需要这个 今日殿前发生的事情 明明什么都没同他说 虽然他自视有些武艺 但京城凶险 不得不防 毕竟他在顾曼家门口 碰到的只是些地痞流氓 可东京城里 未必 但是这些事情 他不打算说出来 平白让顾曼担心 他又回到面前这个话题 买一些防身的东西 也只是一时之策 只能治标 不能治本 顾曼点了点头 治本的办法我也在搞了 这人看上了我手里的黄金 愿意用999足精的价格 买充满杂志的金块 应该是想套出我这些金块 所属的完整金钉 从何而来 他想要的 其实是宋代金钉 也就是古董 由此可见 这人十有八九 是个倒卖文物的贩子 本来想连哄带骗 从我这里捞点油水 眼见不成 急眼了 带一群小弟上门杂电 这是黑S会的作风 由此推断他 很有可能涉足盗墓 走私文物等等黑产 只要找到他犯罪的证据 把他送进局子 咱们就不用再千年防贼了 苏依晨目瞪口呆 顾曼看他这副样子 觉得有些奇怪 有什么不理解的吗 进攻是最好的防守 其实苏依晨就是觉得 这姐姐也太凶了吧 尤其搭配上他轻力俊秀 甚至可以说是一脸乖巧的脸蛋 和那一副女人 为十足的性感妩媚的身材 反差感不是一般的强 另外他也很纳闷 你究竟有多大能量 要把一方黑恶势力连根拔起 说得如此轻松 也没有很大 还行吧 毕竟 我们这里虽不敢说天下无贼 但总能说一句 邪不压正 在这片土地上 甚至没有真正的黑S会 只有黑S会性质的组织 不要以为这之间没有什么区别哦 别说这些了 又盗获了几样宝贝 你看见没 我还没来得及查看 这都是我最喜欢的画手的话集 你都拿着 看看你们官家更欣赏哪一个 等琼林宴之后 我再找机会吧 在琼林宴上献话 总觉得哪里怪怪的 可是外臣非照不得入宫 我人为言轻 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能有机会 被官家单独召见 想起这一茬 苏义成觉得有些头疼 顾慢笑了 那你为什么不直接走进宫去 走到官家面前 亲手把东西递给他看呢 什么意思 规矩是死的 人是活的 法度跟执行之间有个空隙 执法越严则空隙越小 励志越是腐败 这个空隙就越大 按规矩 你是外臣 吴赵不得入宫 但是皇城的治安 有那么森严吗 北宋皇宫 殿宇不多 规模不大 宫女 太监全居住在里面都住不下 还要每天晚上到宫城外住宿 一早再起来到宫里当差 如此 宫门能一直关着吗 你只需要昂首挺胸 气势昂扬 大摇大摆 迈着四方步往宫里走 你会发现 这一路上根本没有人拦你 你是谁啊 状元郎 一路往里走就完了 找到皇帝直接跟他说话 直接把东西给他 需什么 还能这样 不然呢 明末三大案之一的挺机案 就是苏州一个农民 一路畅通无阻 冲进了皇城 闯进了太子朱长洛居住的慈庆宫 拿着棍子 对着太子 就是一顿打 他只是一个农民 只要工程管理够混乱 连农民也能混进太子寝宫 不可 万万不可 我怎能如此不讲法多 顾曼耸耸耸肩 那你慢慢等机会呗 机会总是有的 离近康之变 还有整整八九年呢 你还有时间 不慌 在那一瞬间 苏一辰突然理解了 带着黑社会上门的海哥 顾曼有的时候 真的很气人 他下载了一份高清的 北宋皇宫地图 打印好 交给了苏一辰 我没说 你要用他 看路找皇帝的位置哈 你是状元郎 讲法度的 我就是给你看看 这个皇城结构 他是不是 对吧 很有美感 苏一辰 上次你给我那些金子里面 有一块狗头金 我送去金殿戎了 打了一把金豆子 给你揣包里了 我没有别的意思 你是状元郎 不可能出了事 就拿金豆子 贿赂工人脱身 你拿着这把金豆子 你就听想吧 哗啦哗啦 是不是挺好听的 苏一辰 第十七章 收藏加码老师 最后 苏一辰揣着金豆子 腰里 别着强光手电 衣领上 挂着和强光手电 配套的护目墨镜 背包侧面 一边装着一个水壶 另一边装着一瓶 蛆熊喷雾 华丽丽地出发了 临走之前 他还在和顾曼抱怨 根本就用不上 我就是 去参加个穷林宴 顾曼做事 要把东西往下拿 那我给你撤下来 苏一辰抓住了他的手腕 不过能走科考正途 用不着参军罢了 男孩子在喜欢的女孩面前 哪怕重于千金 也能死扛 更何况这点负重 对他来说 真的不算什么 顾曼心里了然 也忍不住嘴角难压 好 你厉害 这穷林宴你好好拍 我想看 苏一辰整理了一下 领子上的运动相机 小意思 他根本没有意识到 到底是什么 在这宴席上等着他 对于宰相王府来说 想要整治一个无根无稽 寒门出身的新科状元 简直不要太轻松 你拿了状元的名头又怎样 后面还有寿官呢 到别人那里都有缺 就是没有适合你的缺 让你等上三年再三年 十七八的少年熬到白头 你又能把本相爷怎么着 当然了 北宋末年 朝局不稳 宰相自己也是生了贬 贬了生 他想把持朝政到 苏一辰七老八十 就算他能活那么大岁数 也是痴人说梦 更何况在历史上 靖康之耻的时候 他就记了 不过现在 此刻 他毕竟是大权在握 所以在群里宴上 众星科进士都在端着酒杯四处活动 四处敬酒 钻营 找机会的时候 苏一辰就被赤果果地孤立了 宴会设在皇宫内的 一处御花园中 正直出下时节 威风拂过 带来阵阵花香 园内绿树成荫 繁华似锦 流水缠缠 鸟鸣生生 好一幅人间仙境的画面 作为新科状元 苏一辰本是宴会的一大主角 要穿着朝服 第一个步入会场 接受所有童年进士们 艳羡的目光 可玉次的朝服并不合身 紧紧固在身上 捉襟见肘不说 在迈上石桥的时候 他清晰地听到了一阵烈泊之声 这就是大太奸良师成的手笔了 他不用亲自动手 甚至不用亲自动脑 只要表达出一点点的 新科状元的不喜欢 底下无数徒子徒孙 自会排着队去刁难苏一辰 以向他谄媚 按照他们的计划 苏一辰衣服破裂 丢一大丑 遇前失疑 只是小小一个下马威 但是苏一辰没慌 也没乱 神色如常 继续前进 宋代的下衣 都是开档款式 内里往往是没有内裤的 也就是真空状态 照这么穿 官袍下摆裂开以后 就会直接走光 那画面不知道有多辣眼睛 但是苏一辰自从在顾曼家里 体验过宾思无痕平脚内裤之后 就爱上了这弹性十足的绝佳包裹感 回了大宋 也一直穿着 体验过真知材料之后 他连开档的宋裤也不穿了 官袍里穿着和官袍同色的秋裤 几层下来 安全感是真的强 他的心态也就稳得一批 另外 就算官袍已经裂开 由于内里同色 绝大多数人都完全没有发现 他有御前失忆 特意给他准备了一件 尺寸不合适 还偷工减料 缝线不结实的官袍 就想看他出丑的小宦官陷入了纠结 到底要不要点破他依附正列的事实呢 绝大多数人都没发现 所以这计划事实上已经失败 此刻点破 也只能让官家责怪他们办事不利 小宦官心里暗骂了一声 认了哉 但是他也没有太多时间 纠结这个小细节 因为宴会的高潮很快到了 圣上驾到 全场顿时肃静 所有人的目光 都聚焦于那条通往梁亭中央的红毯之上 宋徽宗召集 在文武百官的簇拥下 缓缓步入会场 这种正式场合 皇帝一般需要着通天官 但他今日头戴道官 身穿道袍 左边跟着影乡梁师城 右边扶着天师 林林素 浑身上下透露出一种浓浓的不靠谱气息 但满朝文武军习以为常 皇帝落座以后 举起了御斩 诸位爱卿 今日大吉 大好河山又天英才 定能叫我大宋仙福永迹 大道永昌 且满饮慈悲 不是才举起碑吗 怎么说的 好像已经是罪话了 琼灵宴啊 满嘴仙啊 神啊 大道啊 这合适吗 你是皇帝 用儒学取士 琼灵宴上谈老庄 苏一臣自己都没注意到 他看宋徽宗的眼光里 已经没有敬畏了 而另一边 一项拽得258万的顾曼同学 在接到了王颖的电话之后 一下坐直了身子 隔着WiFi信号 态度都恭敬了起来 马老师 收藏家马老师 是我知道的那个马老师吗 电话另一边 王颖笑得见牙不见眼 还有几个马老师啊 你手里这些东西呢 一般小藏家根本接不住 除了开私人博物馆的马老师 我还能给你介绍谁 全华国的古玩行里 谁不知道马老师 说他是华国收藏第二人 都没有人敢自认为第一人 姐 你是我唯一的姐 你 是 我 的 神 王颖丝毫不以为意 人挺难约的 你总不能让他到你那儿去 东西贵重 顺风保驾也不行 要不你自己跑趟帝都吧 可姑慢有些犹豫了 我这东西不救啊 就不救不是你说了算 得马老师长过眼才好说 说实在的 宋代的精定 这种橙色的 真的难得 也难怪马老师动心 你跟他怎么说的 我说了 东西的来历你不想透露 但他还是很感兴趣 好 约个时间 我亲自去一趟地多 之前有一些狗头金和碎金子 鉴定结果出来之后 顾慢已经卖了 苏义成这个败家爷们 而费钱得很 但是有一些精致的精气和精定 他犹豫了半天 还是没舍得容了了事 就拍照给了老同学王颖 问他 这东西想脱手的话 他有没有什么门路 结果 王颖给了他这么大一个惊喜 第十八章 空白册封 琼林宴上非常关键的一个仪式 是由皇帝亲口宣读 对各个进士的册封 当面授予官职 但宋徽宗 是个不走寻常路的皇帝 这么重要的事情 他居然懒得亲自做 而是交给了身边的太监梁诗成 看见梁诗成拿起了那一张张委任状 苏义成只觉得心里咯噔一声 最先接受册封的 当然是他 按照礼节 他撩袍下败 跪接圣旨 可是梁诗成宣读到一甲第一名 苏义成 授予的时候 顿了一下 嘴唇动了动 没有发出任何声音 底下也不知道谁起的头 突然开始拍手叫好 引得众人纷纷效仿 一阵欢呼和贺喜当中 苏义成根本没有听到 自己被授予了一个什么样的官职 伟人撞交到他手里 他急急将之打开 却见上面官职一栏一片空白 五雷轰顶 按照惯例 宋代的状元 往往会被授予一个通判 相当于现在的副县长的职务 或者被授予将作兼成 皇帝的私人秘书 或者国子建成 重点大学副校长的官职 无论如何 不管官职多小 都不可能是一片空白 唯一的可能就是 宰相太监内外勾结 串通上下 特意给他安排了这么个空白职位 刚才是谁趁机欢呼的 苏义成已经找不到了 但用大脚指头 想也知道 肯定是宰相王府 和大太监梁师承安排的人 梁师承一个一个的 把伟人撞念了下去 第二名 第三名 乃至于最末一名 都有正式官职 他口齿清楚 言轻语力 没有任何问题 接到伟认状者 无不还天喜地 林旨谢恩 苏义成是新科状元 他本该是这场穷林宴上 最受瞩目的人 可这一瞬间 满世界都是热闹的 只有他的世界 像死了一样安静 辞主管弦 功仇交错 欢声笑语 都像是与他隔着一层厚厚的空气墙 远远的传不到他耳朵里 国师林林素 在宋徽宗召集耳边 不知道说了些什么 召集眼睛一亮 两个人又焦头接耳了一番 林林素 拖着他的胳膊 就把他往外带 眼看着在场 唯一有可能给他做主的人要走 苏义成急了 大喊了一声 官家且慢 召集本来欢欢喜喜 往处走走 到一半突然被人喊住 皱眉回过头 不解地看着苏义成 所有人的目光 都集中到了苏义成身上 无形中给了他巨大的压力 但是苏义成顶着重压 还是坚持 把自己空白的尾刃状摊开 呈现在了所有人面前 官家 臣的尾刃状上一片空白 还请官家明示 王府的脸疏然一沉 他本来想着 给这个年轻人吃个哑巴亏 让他事后来找自己 等到他跪在下面 求自己给他个官当的时候 自己再勉为其难给他个机会 当然 这个机会 他不用把自己洗包干净 送到梁诗成的床上这种方式 是拿不到的 干爹喜欢的人 他能不帮忙搞到手吗 可谁能想到 这年轻人能愣到这种程度 还敢在众目睽睽之下 当众告状 他忘了 十八九岁正是爱告状的年纪 官场老油条 或许会心怀敬畏 畏畏缩缩 但出生牛犊不怕虎 还真就破了他 这一招阴招 赵吉听说有这样的情况 也觉得其中定有隐情 亲自走上前 看了看苏议成 手里空白的伪认状 面露不悦说道 和执中 看看这是怎么个事 和执中是吏部尚书 为人中耿炳直 一直与蔡金 王府这些兼党不对付 吏部明明授予了苏议成官职 为何伟认状上一片空白 他其实也不知道 想也知道 肯定是这些宣旨的太监动了手脚 眼看着他 就要把事情接出来 王府突然发话 及时已到 重镜是应当跨马游街了 状元郎 你当真要为自己一己私事 耽误了这琼林燕的进度吗 好大一顶帽子啊 苏议成并不接锅 大人明见 国家选官乃是公事 并非一己之私 新科竟是人人有官作 独你状元郎 伟认状上一片空白 你这是在说 咱们吏部尚书和大人 故意与你为难咯 这一招当真毒辣 明明动手脚的是 他与梁诗成 他上嘴唇一碰下嘴唇 就赖到了吏部尚书头上 还在无形中挑拨了 苏议成与吏部尚书和直中的关系 明明是他们 与苏议成之间的矛盾 被他巧妙地转移到了 苏议成与和直中身上 下官并没有说 和大人故意与我为难 即便和大人办事有所疏漏 你也自可私下去寻他解决 当面闹出来 未免有些不识大体吧 人间四月 满园春色 本应暖融融的天理 含义一直渗进了苏议成的骨头缝 他还没踏进官场 还没真正体验到 官场上盘根错节的厉害关系 而身处上尉的奸臣权像 只是冲他露出了一点獠牙 揭开了黑暗小小的一角 对于他来说 就仿佛泰山压顶 此事荣厚在意 你们接着奏乐 接着舞 赵吉还急着 去看林林素跟他说的什么奇观 没心思在这里纠缠下去 一声令下 拂袖转身 大踏步而去 停留在他身上的 原本充满着眼线的目光 全都变了 哪怕他是状元郎 所有人看他的眼神都在告诉他 你完了 苏议成从小在北方长大 公马贤熟 起码对他来说本不在话下 但今天游街的时候 他仿佛浑游天外 几次差点被爱慕他的小姑娘 用瓜果砸下马 一个新科进士 得罪了把持朝政的当朝宰相 得罪了大权在握的宦官 居然还能得罪朝中为数不多的清流 看着风光 其实往后他 哪还有路走啊 就像他身上这身冠袍 颜色鲜亮 其实再人看不到的地方 已经裂开了老大的一个口子 要不是那里的秋裤兜着 都要走光了 苏议成从未如此强烈的感觉到 自己仿佛只是一个笑话 晚上 疲惫不堪的他 穿墙而过来到古金书屋 一抬头 看见顾曼十分兴奋的在冲他招手 快来快来 我有好消息 要告诉你 你还记不记得 我有一个搞考古的同学 看看我手里的金帝 这东西要是能卖给他 可就不止是黄金的价格了 等我手里有了钱 还能再帮你多弄些好东西 啊 嗯 挺好啊 好啊 苏议成嘴上答应着 其实双眼都没有聚焦 怎么了 出什么事了 哪有事啊 都 都好得很啊 别跟姐庄 你还嫩 到底出了什么事 今天应该受关了吧 有人做手脚了 苏议成没想到 顾曼居然猜得这么准 内心无限酸楚 实在不知如何表达 又不愿意在自己喜欢的女孩子面前 暴露自己脆弱的一面 他一直觉得 自己是男子汉 是顶梁柱 要做自己的主 保护顾曼 他很乐意 向顾曼示弱 他宁愿自己死 顾曼曼现在 也有些恨自己的心直口快 可是刚想改口 就见苏议成猛然回头 又冲白墙冲了过去 一下子就消失在了黑夜中 第十九章 现话 走出古今书院 来到汴梁城内 苏议成发现 下雨了 好像天破了的洞 瓢泼大雨倾盆下 他在雨中无知无觉地走着 任凭雨水淋湿自己全身 天要亡我 还是天要亡我大宋 他本怀揣报国之志 还想力挽狂澜 使国家免受靖康之耻 可现实是千里之行 第一步还没迈出去 就已经被一只无形的大手 按回了原地 他想起了自己早逝的父母 守寡的姐姐 想起了那片土地上 饱受战乱之苦的乡情 他们觉得 他是天将的文取星 对他寄予厚望 指望着他到京城当个什么大官 好提携乡礼 他们盼着国家能收回燕云十六周 好使那边的亲人不用相隔两国 家乡也不用再直面敌军 如今这样 他有什么颜面回去见他们 走着走着 走到一山湿透 他突然想起 自己背后的旅行包里 还有几本话吉 生怕雨水把话吉给泡了 连忙冲到路边脚垫避雨 他把旅行包拿到自己面前 将上面水珠扫干净 急匆匆打开 看见里面话吉书册滴水未沾 才发现这旅行包是防水的材质 不禁觉得顾曼更加细心 想起顾曼 他又是一阵争忠 包里居然还有一包纸巾 他在现代的时候也用惯了 顺手就拿出来擦干了手上的水珠 这才敢去摸话吉 就在这时 加在书册里的一页纸 引起了他的注意 以他的记忆力 不需要将纸抽出来 就能意识到 那是顾曼打印给他的北宋皇宫详细地图 耳边回想起了顾曼说过的话 我没说 你要用他看路找皇帝的位置 你是状元郎 讲法度的 我就是给你看看 这个皇城结构 他是不是 对吧 很有美感 抽出地图 他发现顾曼用红笔把宫门 和一路向内的几条路线 都已给他加重飙粗 皇城不过就这么大 路就在脚下 走不走只在一念之间 他的心跳陡然加快 摸摸兜里鼓鼓囊囊的一把金豆子 耳边又回想起了顾曼说过的话 你是状元郎 不可能出了事 就拿金豆子 贿赂工人脱身 你拿着这把金豆子 你就听想吧 哗啦哗啦 是不是挺好听的 一两黄金折十三两银 一两银折钱两罐 一两黄金折钱二十六罐 顾曼曼给的金豆子五巨一颗 送带一两约四十颗 这小小一颗金豆子 大约折钱三罐 也就是三千钱 顶得上低阶宦官宫女小半年的俸禄 一颗两颗 应当足以让他们心动 不过 这都是万不得已之时的策略 你只需要昂首挺胸 气势昂扬 大摇大摆 迈着四方步往宫里走 你会发现 这一路上根本没有人拦你 挺而走险 走宁臣的路 让他们无路可走 走 还是不走 客官 您吃点什么 店家走上来 陪笑着脸 向他打招呼 他不着痕迹地将旅行包盖好 放在桌子下 稳稳当当用两腿夹着 对店家说 给我来一碗疙瘩面 切上二两羊肉 好嘞 客官稍等 没过多久 疙瘩面就被端了上来 老板手艺并不算出众 但用料实称 加了不少胡椒 一碗滚热的汤面下肚 将全身的寒气都驱散了 他一夜没睡 整夜都在研究顾曼给他的这几本话集 次日清晨天 天还没亮 就守在了宫门外 耳边又想起顾曼说过的话 这种事 就跟我们在现代过安检一样 你越是舞 越是藏 越是虚 越是眼神躲闪 畏畏缩缩 人家越要往死里查你 你越是正大光明 坦坦荡荡 包直接打开给安检员看 越是没人怀疑 于是他就背着旅行包 站得比君资还比值 宫门一开 宫女太监们纷纷鱼贯而入 他就迈开双腿 大踏步往里走 当真是畅通无阻 他甚至意识到 自己故意端出来的坦坦荡荡的姿态 都没有用武之地 这一路上的守卫 打盾的打盾 踢牙的踢牙 唠嗑的唠嗑 对时的宫女太监 一路结伴行 一边走一边打情骂操 压斑抓着小黄门连踢带打 路人纷纷侧目 但又一言不发 苏一辰庆幸自己是来献保的 这要是个刺客 这要真是个刺客 恐怕直到他冲到皇帝面前 才有可能被人拦住吧 地图他已牢记于心 沿着心中规划好的路线 很快就来到了皇帝的寝宫扶宁殿 宫殿外职 守的小宦官 看见苏一辰都是一愣 由于苏一辰太过理直气壮 熊啾啾 气昂昂 这两人对视一眼 都开始怀疑自己的记忆 难道是官家召见他 没听到有这样的消息啊 这个时候 苏一辰拿出了揣在怀里的金豆子 要献给陛下 图测为神女所赐 既有极乐天宫 也有十八层地狱 先毫必献 许许如生 绝非人力所能及 臣得知不敢善专 特意前来献给陛下 宋徽宗笃信道教 自称教主道君皇帝 并经常请道士看向算命 他的生日是五月五日 道士认为不吉利 他就改称十月十日 他的生肖为狗 为此下令禁止 便经城内土狗 苏一辰也亲眼目睹了 这个皇帝对道教的狂热 也目睹了道士零零素 怎样受到他的宠幸 投其所好 既然要做 那就找一个他最感兴趣的切入点 他也不怕说的什么神仙所赐 会穿帮路线 毕竟这些画集 都是电脑版会的 表现力确实不是人力所能做到的 赵集是行家 行家一出手便知有没有 历史上的中国画 都是扁平的 二帝的 三帝作品那种呼之欲出的结实感 即便他不欣赏 不喜欢 也一定能看出 其与众不同之处 黄登登的金豆子动人心 两个小宦官笑眯眯把金豆子拆进袖子 商量了一下 其中一人就进去通病了 过了没多一会儿 电门枝鸭一声开了 小宦官一甩扶尘 唱诵道 宣星科状元苏一臣觐见 来了 苏一臣抬头望着自己面前的汉白玉台阶 只觉这简直是一条登天之梯 第二十章 所谓江湖 人情世故 苏一臣失魂落魄的出现 又夺门而逃 把顾曼也搞得心神不宁 系统显示 卖家生存状况良好 看来这个生存状况 只指生理状况 不包括心理状况 行吧 行吧 人身安全得到保障就行 别出点什么事就好 不行 还是担心 其实他一路考到状元 还是挺离谱的 倒不是说他没这个水平 顾曼自己也是top2的学生 高低也是个市级状元 当然 现在全民高考 全国上哈苏不清有多少个状元 状元没有古代的时候那么值钱 但古代也不是全民受教育 古代95%的文盲率 让绝大多数人一生的天赋 都不会有机会被开发出来 所以 现代的一个高考状元 和古代的一个科举状元 虽然含金量不同 但智商水平应该是不相上下 以顾曼自己的判断 苏逸成考中状元 是实至名归的 问题就在这里 如果是在北宋初年 他一个寒门学子 没有任何背景 凭借自己的实力 一路高中状元进入官场 还合情合理 但他来自北宋末年 文官市大夫集团抱团取暖 朝廷礼奸臣当道 宰相王府 公然卖官欲绝 大太监梁师承号称影乡 在皇帝任命官员的时候 在旁边耳提面命 任人为亲 苏逸成能走到今天这一步 已经是奇迹了 简直多多少少 有点男主光环在身上 换句话说 他当初被地痞流氓 抢走了行囊 影响考试 不得已才到自己店里 来采购考试用品 那地痞流氓 真的是地痞流氓吗 真正的地痞流氓 到自己店里来闹事 被他一个人打跑了五六个 自己连油皮都没擦破 被他追了几条街还没追到的 那也得是长跑健将了 还不知道背后受了谁的指使呢 顾曼想着这些事 一晚上翻来覆去都没睡好 他第二天整个人都很颓 随便开了门 坐在前台后面发呆 一直盯着那面白墙 就等着苏逸成什么时候 突然穿墙而出 每隔一会 他就打开系统看看 确定苏逸成生存状况 还是良好 才能放下一点心 结果那头苏逸成 顺顺当当进入皇宫 面见了宋徽宗召集 倒是没出什么事 反而是顾曼自己 就走了一会神的功夫 在一抬头 身边已经坐满了标形大汉 老漫 我没别的意思 我就是说 咱俩能唠唠不 摇着折扇的中年男子 一边盘着串 一边冲骨 漫露出了一个 胸有成竹的笑容 顾曼一猜就知道 这就是上次带人来闹事 结果杀鱼而归的所谓海哥 他敲咪咪在微信上发了个消息 哥 我这店被十来个人围了 带头那个叫海哥 我上次和你说过的 对面几乎秒回 等我五分钟 很快就到 然后顾曼抬起头 露出一张明媚的笑脸 想闹什么 您坐着 我陪你闹 上次打人的小崽子是谁 是你对象 一听他这称呼 就没憋什么好屁 顾曼心头火起 但脸上丝毫没路 满脸天真无邪家不解 谁 什么上次 上次你这儿 有个十八九岁小逼崽子 把我五六个哥们都打住院了 你自己说 这事怎么解决 把谁打住院了 就这几个人 有个肋骨骨折 还有一个脱臼的 那边那个颅骨骨折 你给个说法吧 谁打的 你跟我装什么装 那小子是你谁啊 你对象 留个长头发 干啥的 顾曼拔脸一拉 我这里没有你说的什么小逼崽子 只有一个保护我家 防止被人非法闯入的 建议勇为好少年 非常不巧 建议勇为好少年 现在不在 我看你敬酒不吃 吃什么酒啊 玻璃门豁然动开 一男子带着二三十号精壮小伙 推门走了进来 开口的正式领头这个男子 三十岁左右的样子 穿着一身西服 走到中年男子面前 拍了拍他的肩膀 笑意隐隐地反问他 中年男子当时就坐不住了 额头上汗滴滴答答往下流 龙哥 什么风把您吹来了 明明他今年四十左右 所谓的龙哥不过三十的样子 可他毫不犹豫就张嘴叫哥 很显然 这个哥的称呼 不是按年龄 而是按社会地位 他嘴里的龙哥 用下八点了点顾曼的方向 我二姨加我老妹 咋 我听说你想找他唠唠 啊 误会 这里头肯定有误会 听说你管我妹对象叫小逼宰子 没有 我哪敢呢 汗滴滴答答 从龙哥西书的头顶留下来 划过额头 划过脸颊 流进脖脸 他不顾风度 用手背一直擦汗 龙哥 今天这事 是大水冲了龙王庙 一家人不认识一家人了 你早说这是你妹啊 就咱老妹 是吧 找着对象多好啊 十八九岁 那使不完的牛镜 我 呸 不是 我不是这个意思 他们俩这边聊他们的 顾曼张罗着领着两个小伙子 到库房搬了两箱饮料 上来给兄弟们分 一群大小伙子 嬉皮笑脸在那里 谢谢咱姐 我姐就是敞亮 然后顾曼冲海哥 奄然一笑 笑得对方一张脸上 红一阵白一阵 表情扭曲 难以自已 还以为是什么角色 其实也是个愣头青 十八线小县城 里面开店的 哪家没个人罩着 打听都不打听 就上门来闹 也真是 嘖嘖嘖 这样吧 难得今天大家聚在一起 是吧 我张我一顿 算是给咱老妹 啊 还有咱妹夫 赔罪 这个海哥看起来快哭了 龙哥倒是挑起了没 妹夫 顾曼找对象了 怎么不带回家 让大伙认识认识 顾曼低头沉吟了一下 在抬头的时候笑得明媚 也不算对象 就是走得近了点 关系也没挑明 要是谈了 我肯定让哥对我张张眼 这个龙哥 是顾曼的表哥 他大姨的儿子 身份为建筑承包商 带来的兄弟们 其实都是他工地上的工人 龙哥读书时好勇斗狠 打下了一片名声 他们全程 不说无人不知 无人不朽 但这些所谓道上的人 应该没有不知道的 显然这个海哥 也认识龙哥 他甚至都没试图刚一下 在龙哥的手 搭在他肩膀上的瞬间 已经光速滑跪了 第21章 死子断不可留 什么 新科状元 自己一个人混到了宫里 还见到了圣上 王府本来坐在太师椅上 斗着鸟 闻听此言 啪的一声 将手里的草棍 落在了旁边的暗子上 身子也坐直了 眉头倒数 满脸都是不悦之色 好大的胆子 本相居然没看出来 他还有这个本事 怎么 寿官没有他 他又去找官家喊冤了 闹吧 王府虽然没想到 苏义成敢这么闹 但其实也不怕他闹 国家日理万机 哪有那么多时间和精力 来给他主持公道 念叨的次数越多 官家越烦 手下咧了咧嘴 轻轻摇了摇头 他说有话要献给官家 话 王府的眉头越皱越紧 他开始察觉到不对了 可打听到 他献的是什么话 说是什么神女所赐的 极乐天国图 还有阿比地狱图 王府有点坐不住了 本以为是一个愣头青 在为自己讨说法 结果他半句不提自己的事 反而这么会讨皇帝欢心 当初灵灵肃 不就是靠这些手段 敲开了赵级的新门吗 陈上之天宫 忠实人间 下之地府 灵灵肃一见宋徽宗 就忽有其为上帝之长子 是长生大帝君下凡 自己是神霄府府先清楚会投胎 来辅佐帝君之志的 他还厄于当时的几位全臣 为蔡经为左元先博 王府为文华丽 圣张 王即为元元宝华丽 正居中 同贯及朱巨烟皆为之名 贵妃刘世芳有宠 约九华玉真安妃 神仙皇帝周围都是先臣 先妃 大家干的都是神仙事 犹哉犹哉 宋徽宗很受用这一套 给灵灵素高官厚赐 恩宠非常 可灵灵素和他们是一伙的 说来说去都是捧着他们这六贼 而这苏义成年少叛逆 胆大包天 如果天公地府的最终解释权 归了苏义成所有 皇帝对他宠幸有加 那将是他们所有人的灾难 去禀报天师 赶紧摇人吧 灵灵素专业对口 让他去钢 属下遵命 灵灵素得到消息 十万伙计赶到皇宫之内的时候 还没见到人 就听到了一阵愉悦至极的大笑声 天师 快看 见到他来 赵级上前一把拉住了灵灵素的手 把他带到画级前面 指着上面一个个妖魔鬼怪问道 这图册是神仙所赐 上面所会的是极乐天宫 和十八层地狱的景象 天师你说 这猴子究竟是神是魔 灵灵素看着自己面前这幅画 整个人都骂了 他哪知道这是什么 之前他忽悠赵级那一套说辞 都是他自己从典籍里面 连拼待凑 胡改乱编出来的 当然 赵级也不是傻子 灵灵素能忽悠他这么长时间 确实也是博览群书之辈 一般情况下 不管是佛教还是道教里的神话人物 他基本还是能认得的 问题在于 顾曼给苏毅诚找的这个画册 是游戏原画社定籍 游戏改编字西游记 西游记是明代作品 北宋年间的他们都是没听说过的 当然 西游记也不是吴承恩 完全凭一己之力创作 内容借鉴了原杂句 以及很多民间故事 里面有很多流传下来的佛教 道教人物和典故 但好巧不巧 赵级拿来问灵灵素的 是北宋年间佛教道教 都没有过的那一号人物 孙悟空 灵灵素抓瞎了 看这画风 这色调 黑洞洞的 看这猴子 表情乖张 他非常不喜欢 张口就来惯了的灵天师 毫不客气地说 是一只妖猴 结果让他没想到的是 赵级一听这个说法 当时就拍着大腿笑了起来 苏毅诚也和他一起笑 还说 臣说什么来着 咱们天师 是不是和那天宫里的神仙们 口风一模一样 召集三四十岁的人了 此刻笑得像个一百多惊的孩子 当真如此 当真如此 这里有什么他不知道的事吗 这才几天没见呀 管家就背着他 和这个 和这个矛头小子有秘密了 难受 非常难受 有一种被孤立的感觉 灵灵素非常尴尬 只能低头去看那些画作 第一眼看去 很怪 不确定 再看看 越看越怪 还怪好看的 听人禀报说 这话是天宫流出来的 难道真的是天上产物 我这个天宫是编的 难道他都不是 行骗一声的零零素 此刻对自己产生了深深的怀疑 只不过他没想到 苏毅诚博的官家好感 靠的可不是舔弓 也不是骗术 苏毅诚是正经学过 很长时间美术基础理论的 B站的科普小视频 看了不知道多少个 书看了一箩筐 状元郎的脑袋 刮学东西 是有多快啊 他不仅把知识装进脑子 融会贯通 还能像UP主们一样 深入浅出地讲出来 赵吉不过和他聊了几个小时 就已经把他奉为知己了 无他 实在是赵吉本人的 艺术造诣过高 远超时代 以至于身边能和他讨论艺术 而不被他碾压的 根本没有几个 能讲出他也没有的领悟 拿出他也没有见过的东西 简直难于登天 那些宁臣 只不过能给他搜罗一些画作 搜罗一些其实 真论艺术水平 多数人给他提鞋都不配 而在这短短几个小时内 苏一辰给他讲了解剖学 人体比例 透视学 光学 还有色彩方面的很多理论 赵吉是画家 画家的观察力 是远胜于常人的 很多现象 其实他在日常生活中 是能观察到的 只是自己的水平 尚不足以将之总结出来 形成理论知识 苏一辰犹如波云见日 将他脑海中模糊一片的印象 清晰地勾勒出了轮廓 再结合面前 33A大作的绝美高清画集 赵吉对苏一辰所说的话 已经深信不疑了 苏一辰在这短短几个时辰内 带给他的精神愉悦 远胜于被舔 毕竟他是皇帝 早就被舔惯了 都要腻了 看着两个人勾肩搭背 恨不能同辈论交 其亲密之态 远胜他与官家 零零素极度到质碧分离 官家 你忘了大明湖畔的素素了吗 有了新人就忘了救人 就这么快吗 此子断不可留 第22章 与虎谋皮 晚上 一扫颓势 还与官家谈笑风生的苏一辰 来到古今书 意外发现 里面没有人 收银台上摆着个稍等片刻 马上回来的亚克力牌子 门也没有关 他本来担心顾曼出了什么危险 但看见这个牌子 心放回肚子里一半 他不停地搓手 在屋子里转来转去 时不时张望着门外的情况 十八线小县城 人流不算多 但玻璃门外 还是时不时有路人经过 对于苏一辰来说 当然算得上奇形怪状 之前在古今书 埋头苦读的时候 他很少去看这些往来的路人 甚至也很少产生 想出去走走的念头 而此刻 这些念头在他脑海里生根发芽 越长越是茁壮 这是千年后的世界 这是顾曼出生和成长的地方 究竟是怎样的世道 能养出这样的奇女子呢 他不同于他那个时代的大家闺秀 不同于他那个时代的劳动女性 不同于他那个时代的当家主母 也不同于他那个时代的青楼女子 顾曼不羞怯 也不放荡 他不把男人当回事 但又不是贵族女子 被下层男子的高高在上 苏义成在顾曼身上 感受到的是平视的目光 顾曼平视苏义成 顾曼平视世界 这种态度最初的时候 让他这个习惯了 等级分明的古人 十分不适应 但时间长了 越来越觉得舒服 他觉得 今天自己在狱前表现得这么好 轻而易举地得到了官家的喜欢 跟平时与顾曼相处一定有关系 想着想着 玻璃门一动 顾曼回来了 看见苏义成坐在前台后面 自觉地给他看电 他先是恍惚了一下 紧接着就笑了 昨天担心了他一宿 结果今天一看 这人不是活蹦乱跳的吗 结果他还没来得及说话 苏义成先质问起他来了 大晚上的 到哪里去了 现在才回来 听听这怨夫的口气 顾曼笑得见牙不见眼 饭局 苏义成一尘挑起了一边眉梦 和谁 顾曼坐回去 给自己倒了杯水 就上回那个海哥 谁 苏义成当时就坐不住了 别着急啊 顾曼笑盈盈地掏出手机 找出收音机 给苏义成展示几段录音 套出不少话呢 顾曼给他讲了一下 今天自己如何不动声色 摇来大佬 让海哥大老虎变成小绵羊 讲到高兴的地方 笑得直拍大腿 苏义成的眉头却越皱越紧 所以是你表哥来为你解的围 Bingo 你说这傻子 也不出去打听打听 泽泽 所以你和你表哥是青梅竹马了 顾曼从这语调里 听到了浓浓的醋味 联想到古人表兄妹可以婚配 明白了苏义成在想些什么 差点把肚子笑疼了 不过顾曼是爱情坏狗 绝对不会轻轻松松 让苏义成就此放心 故意用那种甜到发腻的 茶言茶语的调调说 是啊 龙哥对我来说 就像青哥哥一样呢 眼看着苏义成一张帅脸 由红转白 再又由白转青 顾曼实在是装不下去了 狂笑起来 大哥 你在想些什么呀 我们这里近亲不能结婚 三代以内直系血清 答咩 苏义成一愣 学吧 学无止境 回头给你一本生物书 让你了解一下遗传学的基本规律 简而言之 近亲结婚生子 得遗传病的概率非常高 绝不只是父系 母系的亲属也一样 我们这个时代 讲究忧生忧郁 近亲乱伦是要被打断腿 去德国骨科制的 苏义成脸上有些挂不住了 我也没说你 和你表哥有什么呀 再说了 你愿意和谁 和我有什么关系 顾曼瞬间受了笑容 我也只是 给你科普一下而已嘛 你看你 还用青梅竹马 来形容表哥表妹 我鸡皮疙瘩都掉一地了 苏义成挠了挠头 为了缓解尴尬 灵机一动 想起了自己 今天得的赏赐 打开旅行包 把里面的东西一样一样 拿出来给顾曼看 喜不喜欢 管家赏的 都给你吧 看着苏义成一样一样 掏出来的宝贝 顾曼的眼睛越睁越大 这是乳瓷 是柴窑 是没打过折的 雨过天青云破色 家财万贯 不如乳瓷一片 拍卖市场上的 北宋乳窑品 价格都以异计 顾曼咽了咽口水 当苏义成想办法 去讨好宋徽宗召集的时候 他只想着 能让他做成点事 也是好的 却忘了 他讨好的那位爷 手指缝里 随便露出点东西 就价值千金万金 顾曼也是人 在这巨额财富面前 怎么可能不心动 正好过段时间 他要到帝都去见马老师 到底要不要 把这几件瓷器带着 但是苏义成 没有注意到 他此刻复杂的心理活动 毕竟他也不知道 自己随便拿回来的这点东西 在拍卖场上 能有多么恐怖的表现 他反而从这一堆东西里 挑出了几件首饰 喜欢吗 这是赵吉听说 他要来见神女 特意给他准备的 乍听他每天都与神女相会 赵吉很是嫉妒了一番 还问他 神女是不是跟 楚乡王梦里的一样 知道这一点故的苏义成 当时脸就红到了脖子根 臣又不是真龙 如何能得神女青睞 神女无意的 此时的赵吉十分促暇 看来也是相亡有意 神女无情啊 没能与神女共赴云语 真是你小子的损失 苏义成看他 一直没个正行 连忙把话题 往自己想说的上面拉 臣只是神女的 一个使者罢了 他向我泄露了一点天机 特意言明 除非圣上贤德 否则绝不可传六尔 赵吉果然十分好奇 哦 是什么天机 苏义成做出一副 十分犹豫的样子 事实上 他也真的很犹豫 要不要在这个时候 将事情捅破 他总觉得 火候还没到 但是这些天 他也有听闻 他自己这话说晚了 就来不及了 犹豫了半天 他最后还是说了 神女说 与金国结盟 是与虎谋皮 后果不堪设想 和苏义成聊了一天 一直开心的 像个一百多斤的孩子 一样的召集 脸上的笑容 在那一瞬间就消失了 随随便便 刺下了几样东西 他就把苏义成打发了 只嘱咐他 再从神女那里 多拿些话过来 苏义成还是年轻啊 他没察觉到 那是多么多么危险的态度 第23章 惊喜约会 苏义成把宋徽宗赏赐的瓷器 玉器和手势 交给顾曼之后 两个人的系统后台 都发出了低的一声 由于这一次 苏义成交付给顾曼的物品 价值过高 两个人的积分 都暴涨了好大一截 直接冲破了系统升级所需的数额 顾曼的系统后台显示 升级后 他每个月会有24小时 可以突破屏障 来到苏义成所处的 平行时空宋代世界 而苏义成的系统后台 也显示 升级后 他在现代世界的活动空间 从仅有200平方米的古金书屋 突破到了方圆5000米范围 活动范围居然扩大了这么多 那来都来了 姐姐带你出去溜溜 想什么来什么 刚才 苏义成对着玻璃门外的人来人往 正字好奇 此刻 他就可以亲自过去 体验一下这盛世繁华了 那就确之不公了 他冲鼓曼展颜一笑 露出了可爱的小虎牙 到万达正好3000米 来 我叫个车 为了配合苏义成这一身汉服的造型 顾曼干脆也换了一身汉服 不过他没有为了和他搭配穿颂纸 而是干脆穿了一身仙服 荷花主题的齐腰如裙配破烂大袖 还简简单单弄了个发型 从房间走出来一路向下的时候 把苏义成看直了 最后咳嗽了几声 掩饰自己惊艳的表情 顾曼心里想的是 书生配花腰多有聊斋气质 苏义成当然没发现顾曼的小心机 只觉得他蹦蹦跳跳 非常欢乐 一改平时庸满的样子 正好车也到了 顾曼拉起他的袖子 来到了车水马龙的现实事件 突破那道门的时候 苏义成一直凭着呼吸 直到呼吸到了外面新鲜的空气 才深吸了一口气 然后不自觉露出了一个笑容 滴滴专车为您服务 顾曼领着苏义成坐上了车子 后者兴奋不已 悄悄趴在顾曼耳朵边问 这就是汽车 顾曼点了点头 新能源车 百公里起步只需要三秒 可能会有点推背感 你小心 不过专车司机知道轻重 油门踩得很柔 苏义成倒是没有什么不适应 只是觉得神奇 这一路上 他打开车窗 看着外面各种各样的商铺 零次致比的高楼大厦 只觉目不暇接 那个源的是什么建筑 啊 那是体育馆 让老百姓在里面做运动 或者观看体育比赛的 那个大的是什么车 怎么还有一根铁胳膊 顾曼一下子就笑了 果然不管什么年纪的男人 都对挖掘机没有任何抵抗力 那叫挖掘机 工程利器 用途可多了 修路 搭桥 搬货都可以 没多会万达就到了 顾曼领着苏义成下了车 后者小声在他耳边曲曲 不用付钱吗 和外卖一样 线上支付的 这一晚上 他们抓了娃娃 喝了蜜雪冰城 体验了VR游戏 还做了旋转木马 小情侣颜值高 引得路人侧目 但是 大家也就看一看 并没有人对他们指指点点 苏义成这几个小时之内 多巴胺疯狂分泌 翘起的嘴角就没下去过 脸上的肌肉都快消僵了 他什么都喜欢 就连路边卖的亲戚球 都很感兴趣 顾曼对他就一个字 宠 甭管什么东西 只要他看了第二眼 他基本就开始 掏手机扫码付钱 晚上回了家 兴奋的余孕 在两人脸上还没退去 苏义成现在有了钱 在汴京城也租了院子 顾曼这头 海哥的威胁也解除了 反倒不好意思留宿了 他放下手里 七八个大购物袋 里面装着顾曼 顾曼给他买的各种衣服 玩具 生活用品 把东西暂存顾曼手里 又背起旅行包准备回去 就在这一刻 顾曼心里突然有一种 非常不踏实的感觉 今早上你见了官家 都说了些什么 真的只和他谈了艺术吗 苏义成的动作 一下子顿住了 好半场才说 我假托神女之口 劝他不要截海上之门 顾曼差点心梗 你觉得时候到了吗 苏义成咬了咬嘴唇 我总怕来不及 顾曼深深叹了一口气 无语地扶住了鹅 行了 行了 说都说了 他什么反应 好像没有采纳我建议的意思 有才奇怪吧 你知道你这一句话 得罪多少人吗 领兵在外的大太监同贯 想靠收回燕云十六周的 不是志工封王 宋神宗在临终前留下一诏 能赴燕山者 虽异性亦可封王 在顾曼这个世界线的历史中 他也确实做到了 1125年 71岁的同贯 被宋徽宗封为广阳郡王 还有一时沉寂的蔡金 等着靠促成此事重回人生巅峰 更别说梁诗成 王府 一直跟进推动此事 所有人都想从这天大的功劳里 分一杯羹 这还是些奸臣 此刻哪怕是谷耿忠臣 恐怕也希望国家能收回师弟 断人财路 犹如杀人父母 你断的是 他们的通天之路 而你只是一个 上次皇帝 封你做了个什么馆 苏毅臣又是一将 俊脸都皱成了一团 外派当先令去了 苏毅臣摇了摇头 到底是什么馆啊 算了 反正不管什么官职 在我刚才说的这几位眼前 都不值一提 非得以卵击石吗 苏毅臣尴尬地挠了挠头 上次与官家相谈甚欢 他还让我再去多给他找些话题 只要能频繁出入宫围 取得官家信任 我相信 撬动这一切也不是不可能 做之前我就说了 我不惜此身 哪怕舍了这条命 我也要为国家搏一搏 我知道轻重 你放心 顾曼脑筋蹦蹦直跳 感觉红斑狼疮 又快被他气犯了 扶着强缓了半天才说 我没有别的话 你注意安全就行 驱雄喷雾还带着吧 强光手电 知道怎么用吗 浴室不绝就跑 好吧 我真应该给你弄个防弹背心什么的 哪里用得着那些 行不上大夫 我毕竟是状元狼 直接对我动手 是不是做得太难看了 大人们不会的 再说了 上头还有官家呢 顾曼还是直觉不好 心神不宁 检查了又检查他携带的物品 忧心忡忡地 把他送出了门 而强的另一边 王府 梁师成齐聚一堂 梁师成鞋靠在踏上 王府在旁边给他捏肩垂腿 你说得对 死子断不可留 看着倒是个轻狂的 才得宠没几日 就敢跟官家敬谗言 破坏海上之盟的大事 也不掂量自己几斤几两 但是 这小子还真有些手段 不仅胆大包天 拿出来的东西 确实是闻所未闻 见所未见 省市第一天 他就拿出了不少神物 只恐身后真有高人相助 是不是神女暂且不提 万一真给他做成了 没有万一 梁师成眼皮一台 咱家会请他来做做 这么俊的状元郎 滋味一定很美 他们对待所谓叛逆者 无非就这三招 请客 斩首 收下当狗 如果苏义成不愿意做狗 那很不幸 他还没有被请客的资格 留给他的选择 只有斩首 第24章 夺命追杀 苏义成没有想到 居然有人在强另一边的出口 等着自己 不过 一瞬间之后 他也释然了 他这段时间风头太过 不知道引起了多少人的注意 有人跟踪他 发现他每次都会在穷相消失 甚至蹲点守着他 刷新 也并不令人意外 令他稍感意外的是 自己面前这几个人 都穿着重甲 手里拿着兵器 为首的那个人 倒是客客气气 要请他到太尉大人府中一叙 想起顾曼刚才跟他说的话 他一颗 心猛然向下沉了下去 之前的乐观荡然无存 但也恰恰是因为顾曼 事先提醒过他 也给他剖析明白了 这其中的厉害关系 他并没有因惊吓而有任何失态 反倒十分配合 脸上带笑 没有任何挣扎 跟着两人一路来到了良师城府中 入府的时候 他们对他进行了搜身 但上下都摸遍了 也没见他带什么武器 就这样把他放了进去 老太监依旧倚靠 在他的床榻上 一副慵懒的样子 咱家一直仰慕状元郎的风采 今日更是听说 状元郎能有今日成就 背后还有神女指点 少年英才 真是让人羡慕 苏一辰不卑不亢地回道 神女眷顾 实乃小生之幸 得此神力 必要报效国家 方不如使命 老太坚持笑一声 露出了一个猥琐至极的笑容 阴侧侧的目光 从头到脚 将他看了一遍又一遍 仿佛在用眼神扒他的衣服 状元郎可否走近一些 让咱家看看 能被神女眷顾的翘脸蛋 究竟有何过人之处 苏一辰觉得恶心至极 他知道良师城府里 养着一群疏力 经常模仿当今官家 笔记草拟诏书 混在真正的圣志里发布 而这群疏力里面 面向清秀的 多半都遭了他的毒手 他此刻说出这样一句话 其中含义不言自明 于是 苏一辰听到他这话 却没有前进半步 依旧占的笔直 老太坚对他的反应 并不算意外 只是猛然把脸一拉 看来你是要敬酒不吃吃罚酒了 他手一挥 左右就上来两人 一左一右奔着苏一辰的肩膀 手腕就准备将他控制住 逼他就范 苏一辰对这一刻早有预料 就在那两只大手 即将触到他的瞬间 他整个人向后一步 暂且闪避过了他们的控制 然后一手从怀里抽出手电筒 一手掏出墨镜扣在脸上 我轻轻压按钮 对着面前几人一路晃了过去 白光不仅撕碎了一切黑暗 也狠狠刺痛了在场 除了苏一辰之外所有人的视网膜 让他们情不自禁闭眼 或是伸手捂住眼睛 离得近的几人 甚至被强光灼痛 发出了惨叫声 苏一辰趁此机会 苍郎郎拔出了身边一个禁军的佩刀 白光智芒使人乱成了一团 但其中仍有受害不重 且冷静善于应变的军官喊了一声 别让他跑了 苏一辰将此人砍翻在地 踢着刀就向外走去 大太监府里的家丁 护卫像潮水一样涌了过来 可是苏一辰用强光手电开大招智芒 把所有人都晃得睁不开眼睛 如入无人之境 他一路向外拼杀 他不怕死 但他怕出师位截身先死 这一路他犹如砍瓜切菜 即便对方身着重甲 手持利刃 他手电一晃过去 他们就变成了瞎子 战斗力也大打折扣 近乎全无 苏一辰虽然也动了手 但是一直手下留情 没有伤人性命 只是一路向着皇宫的方向走了过去 他要去面见官家 他要看看 官家会不会为他做主 但是这一次 他没有上次那么幸运 在宫门口 就被大批禁军层层围住 禁军们虽然被强光手电致盲 但半步也不退 一层一层将他紧紧包围 被围在当中的苏一辰 只觉心中万分悲凉 对天呐喊 官家奸臣横行 把持朝纲 祸国殃民 您真的看不见吗 禁军中有人顶着什么都看不见的眼睛 一声断鹤 大胆逆贼 持刀闯弓 还敢诽谤上官 官家凭什么见你 还说什么乱臣贼子 官家一带圣军 身边何来乱臣贼子 苏一辰笑了 笑得万分讽刺 对啊 如果官家当真是一代圣军 又怎能纵容奸臣把持朝纲 身居高位 靖康之耻 最大的罪魁祸首 不就是当今官家本人吗 大敌当前 常未给儿子借此跑路逃避责任 这样的窝囊费 如何值得他追随 他想要把顾曼和他的家书铺 当作他的金手指开挂 或许能对局势有所改变 但这真的有意义吗 救下昏君 救下奸臣 然后为他们当牛做马 供养他们继续踩在人民头顶上 维持着他们奢靡腐败的生活吗 皇宫中的华丽景象 他见了大太监府里 甚至完全不输皇宫 中门酒肉臭 路有冻死骨 苏一辰脸上戴着墨镜 可心中从未如此清明 他了解中国近代史 也知道洋务运动 务须变法 那教科书上明明白白写着 即便拥有了先进的工业产物 即便拥有了尖传利炮 腐朽的封建王朝体制性的孱弱和衰败 也是无可挽回的 他面前这些禁军假咒齐整 都十分像样 要论工业水平 后勤能力 经济实力 大宋甩了大惊几条街 更远远胜过 现在还在东北渔猎的惊人 大宋不是被外敌打败的 而是自杀自灭 此时 有一部分眼睛受伤 没有那么严重的禁军 强撑着睁开了眼睛 发现苏一辰的强光手电 已经没电了 抓住机会 就准备上前将他拿下 这次他们没有半点留守 招招很辣 是要取他性命 苏一辰也没有了留守的机会 他提起刀 迎敌上前 对方穿着假咒 而他只是不一 所以他没有跟对方硬抗 左手拿着的蛆熊喷雾 伺机而动 变态辣的辣椒粉喷 在皮肤上都有剧烈灼痛 更别说喷在眼睛了 剧痛之下 没有人能保持原先的战斗力 苏一辰趁机夺了一杆长枪 更加趁手 一路向外厮杀 墨镜之下 是看不见鲜血的红色的 不论是进军的血 还是他自己的血 飞溅满地满身的时候 他都看不太清 他只知道 杀杀杀 身上挂了不知多少彩 手底下也不知道了结了多少条性命 他一路七拐八歪冲到那条小巷 果然建巷子里早有埋伏 但是强光手电并不是真的没电了 浑身不知道 被扎了多少个血窟窿的苏一辰 打开了手电 先是晃下了几个伏兵 再用最后一点力气 最后一次向前冲锋 穿墙之前 他感觉后背一痛 不知道谁的兵刃扎进了他的后心 下一瞬间 他穿墙而过 而后跌倒在地 没了知觉 第二十五章 抢救 晚上出去约会兴奋过了头 紧接着又被当头一棒 得知苏一辰捅下的娄子 顾曼一直到两三点都没睡着 一直窝在床上刷手机 刷着刷着 他隐约听到 楼下传来东的一声响 最开始他怀疑自己听错了 因为紧接着就没了声音 可是他心里还是直觉不对 开灯走下楼 就看见了趴在地上的血人 他扯了块纸巾 擦了擦着人脸上的脏污 才确定 这个血人就是苏一辰 心跳漏了半拍 他没有犹豫 立刻拨打120 和医生沟通的时候 声音都是抖的 你好 医生 我在王府花园 闭座底伤158号 我这里现在有一个伤员 目测受了很重的锐气伤 身上有大面积出血 还有呼吸 但是意识模糊 他在医生的指导下 剪碎了他身上所有的衣服 找出血点 他后背上那个伤口最深 顾曼严重怀疑伤 急了内脏 他把他抱在怀里 还着他的腰 按压伤口附近的动脉 为他止血 为医生的抢救争取时间 原来只是坐在身边 就像那火炉一样的大小伙子 抱在怀里 居然是温凉 顾曼在他耳边不住念叨 我在呢 你不要放弃 你千万不要出事 几分钟后 救护车呼啸着停在了古今书屋门口 顾曼眼看着医生护士一拥而上 把他抬上担架 看着他失血过多 而苍白无比的面庞和嘴唇 耳边一片寂静 只能听到自己的呼吸 在救护车上 医生和护士 就开始给他轻创和紧急包扎 由于不知道他的血型 还得现场进行测试 才能为他输血 只能先输入少量O型血 暂时维持生命体征 看着各个仪器 上数字暂时还算稳定 顾曼强压下心头的不安 犹豫了又犹豫 才小心翼翼握起了 他没有什么伤头的右手 救护车到医院后 又将刚才采的血样 紧急送到检验科 检验结果出来 以后得知他确实是O型血 才为他大量输血 医生 病人情况怎么样 拿自己的身份证 到急诊挂了号 顾曼像打仗一样跑回ICU 才敢问医生这样一句话 肠道破裂加失血性休克 需要紧急手术 你是家属吗 我 我是家属 你们什么关系 他是我男朋友 他的家人联系不上吗 顾曼扑腾一声 给医生跪下了 人命关天 求求您现在为他手术吧 我签字 出了事情都算在我头上 医生看他这副样子 吓坏了 赶紧把他拉了起来 你快别这样 既然你能负责 你签字就好 这就为他安排手术 手术成功的概率大吗 不好说 我经历好吗 顾曼流着泪签上字 然后颓然坐在了手术室外 冰冷的长椅上 所以沉进手术室的时候 是凌晨五点 顾曼在外面长椅上 困得一直点头 但又不会真的睡得着 他好害怕 害怕推出来的时候 人身上蒙着白布 等了好像一辈子 那么漫长的几个小时 手术室的铁门终于打开 几个医生护士 推着病床和吊瓶 来到了顾曼面前 病人的情况 暂时稳定下来了 这几天还要观察 安排住院吧 谢谢医生 谢谢医生 顾曼的眼泪夺眶而出 他身上都是刀伤 非常深 衣服上残留的血迹 也不是他一个人的血 他到底是怎么把自己 伤成这个样子的 你知道吗 顾曼犹豫了一下 说了部分实话 今天凌晨 我发现他晕倒在我家门口 当时就已经伤成这个样子了 人也是昏迷的 我也不知道 他究竟经历了什么 挂号人顾曼 病例本上写着月经不条 你用自己身份证挂的号 啊 他来的时候是昏迷的 身上也没带身份证 我一着急 总不能让他死在这儿吧 医生 医生深深地看了顾曼几眼 还是报警了 警察来了之后 顾曼也是一样的说辞 他一边心不在焉地接受询问 一边不住地问 他醒了吗 我能去看看他吗 警察敲了敲面前的桌子 示意他注意 你不用太担心 医生 护士会照顾他的 他精神不太好 除了我之外 他谁也不认识 我真的怕他醒来之后看不见我 您让我回去好吗 警官 我求求您了 求求您了 警察看他这副样子 估计是挖不出什么线索了 就把他放了回去 严重的锐气伤 伤口不符合任何常见刀具 他的情况很特殊 等他醒了之后 我还会来向他了解情况的 好的 警官 你别叫警官 叫同志就行 谢谢警察同志 谢谢警察同志 急匆匆冲回病房的顾曼 对上的 正是苏一辰刚刚醒来 尚带几分迷茫的毛子 你感觉怎么样 有没有哪里疼 头晕不晕 顾曼一只手抚摸着他的头 另一只手抓住了他没有掉水的左手 苏一辰愣了好长时间 才缓缓张口 你是对的 我真的很蠢 皮肤如何能汗术呢 顾曼有些无语凝页 你现在想这些干什么 好好养病吧 你知不知道自己伤得多重啊 苏一辰却笑了一下 都说了吗 不惜此生 就算是死在那天 也是我应得的 这个时候 顾曼一反刚才对病人的温柔和爱 猛地沉下了脸 你这副颓废的样子 做给谁看 这就放弃了 苏一辰一愣 我问你一个问题 你好好想想再回答 我问你 你想改变历史 力挽狂澜 避免靖康之耻 究竟是为了谁 是为了你的皇帝 你的朝廷 还是为了天下百姓 这有什么区别 这是天和地的区别 你不要急着反驳 好好想想我这句话 苏一辰本来挣扎着 还想说点什么 突然停住了 皱着眉头 深深思考了起来 第26章 论道 顾曼问苏一辰 还记得你看过的宋史吗 苏一辰点了点头 记得 现在相信 那上面写的都是真的了吗 相信了 而且我好像无力改变什么 顾曼却笑了 苏一辰不解的抬头去看他 你笑什么 我笑你结论下得太早 当初是 现在也是 好了 先不说这个 你还记得灰青二宗 在靖康之变之后 都经历了些什么吧 苏一辰沉重地点了点头 不敢忘 靖康元年 天会四年 1126年 润11月秉承日 1127年1月9日 因为郭金作祟 完颜宗旺 完颜宗汉 与诸将破城 扶宋徽宗 清宗二帝 靖康二年 天会五年 1127年 2月秉宁日 3月20日 北宋灭亡 960年至127年 金太宗下召费宋徽宗 宋清宗二帝 贬为庶人 北宋灭亡后 已经退位的 宋徽宗召集 与北宋皇帝 清宗召还 以及皇室 皇族 贵妻 靖臣 各种工匠等 一万四千多人 被押往金国 徽 清二帝 先后被囚禁在燕京 京北京 中京 内蒙宁城县 上京 黑龙江省阿城市 寒州 辽宁省昌途县 等地 最后迁徙至五国城 黑龙江省伊兰县 徽 清二帝 在五国城囚禁的时间最长 清宗后 被迁往金上京 及燕京 最终于被俘二十九年 一千一百五十六年 后死于燕京 所以 你看靖康之变之后 不知多少百姓无辜惨死 多少家庭家破人亡 可你的官家 你的皇帝陛下 死了吗 父子二人 在被俘之后 不是还活了很多年吗 这 百姓只是家破人亡 失去了生命 可伟大的皇帝陛下 居然被强行扒下了龙袍 后来还袒露上身 向金元行迁阳里 受了奇耻大辱啊 所以 你还没明白吗 即便是战败被俘 统治阶级 还是有特权的 后来徽宗的儿子 赵狗还在南面 被人扶上皇位 建立了南宋 士大夫固然在 靖康之变中多有死伤 但存活下来的人 到了杭州 到了江南 暖风吹得游人醉 还不是过着神仙日子 一关难度是 传统一能了 事实上 只要金军打不过长江 士大夫们的核心利益 依旧可以得以保全 向金人称臣纳贡 顶上的大人们 只需要低一低头 赔个笑脸 所需碎壁 还不是找百姓搜刮 富贵太平就在眼前 哪个愿意冒险 至于底下百姓苦不堪言 你觉得 他们真的在乎吗 明明马上就要收复故都 赵狗为什么要下十二道金牌 召回岳飞 这样的做法 真的只代表了 他一个人的意志吗 你也好 岳飞也罢 你们放在心头 久久不肯忘却的靖康之耻 对于某些人来说 根本算不上什么 他们又怎么可能愿意 为此付出实际的利益呢 苏一辰瞳孔收缩 震惊良久 嫩嫩难言 你想要救朝廷 救官家 可是他们不需要你救 他们活得比谁都好 打赢了有打赢的活法 打输了一样苟延残喘 一样趴在人民头上吸血 所以 你不可能成功 你给的东西 他们从来不想要 如果你想救百姓 我代怎样 那你会发现 救百姓和救朝廷是两个课题 而真正想让百姓 从水深火热中解脱出来 你要做的 甚至不仅仅是改朝换代 我要怎样做 你真的要做吗 哪怕你会失去 作为世身议员的所有特权 甚至向自己原本所处的阶级开炮 我要 我想要和清海燕 想要我大宋的百姓 也像千年以后的人们一样 过着和平而富足的生活 哪怕是这条命都可以舍弃 更何况什么所谓的特权 好 有你这句话就够了 从今天开始 你只需要好好养病 你病好以后 我将会传授给你真正的屠龙之术 你相信我吗 你相信 我有引领你的能力吗 苏一辰认真思考了一下 然后点了点头 我相信 这一刻 苏一辰真正摒弃了 他那个时代 灌输给他的所有观念 什么君君沉沉复复自责 什么三从四得 女的女界 他只看到 按照这个规则运行的世界 战乱平凡 贫富悬殊 朱门酒肉臭 路有洞死骨 边疆战势不停 皇帝游在歌舞 而不按照这个规则运行的世界 繁荣富足 夜不庇护 顾曼是女人 那又怎样 打者为师 他的眼界 格局 看事物 直指本质的能力 胜过无数男子 包括他苏一辰自己 顾曼笑了 他曾经想过 如果苏一辰 还是坚持他那一套封建思想 如果他不管经历什么 都移除不了脑袋里的儒家思想刚硬 那就把他当作普通的顾客 平常来往就好 而他终于迈出了这一步 终于在自己狠狠碰壁之后 破厚利 顾曼爱怜地摸了摸苏一辰的脸颊 说 你身受重伤 做了大手术 十二指肠破裂 缝了不知道多少针 几天之内你都不能进食 只能靠输液获得营养 维持生命 如果不是穿墙 而过来到这边 你在那边根本没有生还的可能 所以 病人你还是先别操心这些国家大事了 现在谁你也不能喝 要不我用棉签站的生理盐水 给你擦擦嘴巴 苏一辰稍微挪动了一下身体 立刻感受到了小腹深处传来的剧痛 别乱动 顾曼把他按了回去 苏一辰乖巧地点头 捅你的人角度还挺刁钻 但凡是偏上一点 刺破了肾脏 当场死亡 不幸中的万幸吧 只是刺破了肠道 医生说 排气之后 你就可以适当进食了 什么叫排气 啊 就是 嗯 就是放屁 苏一辰的脸一下子涨得通红 对了 你在我们这个世界 没有身份证 也没有任何生活记录 而且身受重伤 警察怀疑 你涉及刑事案件 现在你醒了 他们有可能来找你问话 我要如何应对 你就说你失忆了 不管问到什么 一律不计的 不知道 说曹操曹操就道 顾曼刚嘱咐完 之前找他问过话的小陈警官 就出现在了病房门口 第27章 人命见 小陈警官要找苏一辰单独问话 任何人不得在旁旁听 顾曼虽然紧张 但还是故作无所谓的 让出了苏一辰身边的位置 半个小时候 小陈警官皱着眉头 从别在耳朵上的耳机旁走出去时 深深看了顾曼眼 很显然 他对这两个人 还是十分怀疑 但是并没有找到苏一辰 参与犯罪的迹象 那一晚上 苏一辰其实杀了不知道多少人 只不过当时情况特殊 他应该不能算是犯罪 即便是犯罪 也不归这一时空管辖 不过小陈警官 其实学过一些心理学 苏一辰的种种微表情和表征 还是出卖了他 他在说谎 而且他似乎有一些PTSD的症状 不过顾曼和苏一辰 暂时还没有空处理这种问题 而且一罪从无 无人受害 苏一辰还卧床僵养 暂时没有被拘留 就苟住吧 卧病在床的这段时间 苏一辰还是有些阴谋 不过顾曼没有试图做什么 来把他从阴霾中带出来 人总有一些情绪是无法消化的 要学会与情绪好好相处 而此时的痛苦绝望 长远来看 未必没有一点好处 在病床边给他消水果的顾曼 和他闲聊 你家有几口人啊 你这么长时间不回去 家里人担不担心你啊 苏一辰气然一笑 我父母都去世了 兄长从军一直也没回来 生死不知 媳妇也没讨上一个 阿姐守了寡 带着一个九岁的儿子回了娘家 妹妹不过十三岁 还没说清 家里还有些田地 都租出去了 店租勉勉强强够几口人生活 本来我静静赶口 他们还等着我 你这一路闯出来 会不会连累他们 苏一辰一江才思考到这个问题 没事的 宋朝人绞成慢 赶到你家乡也要一段时间 系统虽然运不过小汽车 但运辆摩托过去应该问题不大 你病好以后 骑着摩托往家赶 应该来得及在官差回去之前 带他们跑路 摩托 对 就是摩托 你不是坐过汽车吗 摩托你可以理解为两轮的汽车 摩托车速度比汽车不差 还能适应多种地形 极端情况下 时速可以飙到180公里 也就是一个小时赶几百里路 当然那是极端情况 以古代的路况 一个小时几十公里应该也是没问题 跑得总比马要快 而且马要停下来喂草料 还要休息睡觉 摩托可不用 加油就行 你到时候骑上摩托 半天到一天就赶回家了 放心吧 可是回去之后呢 我要如何自处 我本是朝廷清点的状元郎 现在却成了反贼 当朝廷说你想造反的时候 你最好真的已经这么做了 你是说 对啊 我是说 既然大宋朝廷已经从根子上烂了 你又不能指望 撩人 金人一统天下建立清明盛事 可不就得靠你自己干吗 我 拥兵自立 最开始 咱们只需要建立一个土匪寨 广积粮缓成王 等到时机成熟 灰青二帝被掳到金人手里 咱们在神兵天将去救他们 咱们把这两个皇帝留在身边 大义就在你身边 到时候 你在想一统天下 还不一呼百应吗 你是说 邪天子以令诸侯 靖康之耻 难道不是一个绝好的机会吗 不需要你去 把两位皇帝掳走 金人会把所有的坏事都做尽 两个皇帝家后宫女眷 远离文臣氏大夫集团 你想怎么摆弄他们 就怎么摆弄他们 平日里千难万难的事情 到了那个时候 恰恰容易得很 可是等到那个时候 已经山河破碎了 开封城的百姓 整个大宋的百姓 不知道要死伤多少 我理解你 我知道你想救他们 我也想 但是我们做不到 我们能做的 就是尽可能让活下来的人 活得更像人 让活下来的人 活得更像人 苏毅臣难难的 重复着顾曼这句话 我不知道 你有没有思考过一个问题 就是 在你生活的那个年代 为什么人民那么贱 苏毅臣猛然抬起头 正正的看着顾曼 因为 因为朝廷腐败 因为官家昏庸 因为奸臣当道 你觉得那些奸臣 生下来就是奸臣吗 你觉得 你的官家 是什么十恶不赦的歹徒 一定要把这天下 往沟里待吗 你是什么意思 苏毅臣一下子蒙了 顾曼之前 毫不犹豫地痛批大宋 从太祖开始 历代皇帝几乎嘲讽了个遍 可现在 怎么突然 为官家和奸臣们 说起话来了 不说别人吧 说说你的官家 宋徽宗召集 他是坏人吗 苏毅臣沉思良久 最后摇了摇头 我不知道 有那么一句话 叫垃圾 是放错了地方的资源 这句话 用来形容宋徽宗召集 实在太贴切了 他是这个时代 最伟大的画家 书法家 事实上 如果他能专业 从事艺术活动 或者在你们那个年代 老老实实 做一个太平王爷 你觉得不好吗 他留给世界的 只会是美 但是机缘巧合 他当了皇帝 于是灾难开始了 他虽然也给世界 留下了一些美 但更多的是一个烂摊子 他既不是好人 也不是坏人 他只是放错了地方的资源 你的意思是 皇权世袭是错的 天下应该有为正知能者居之 而不是世袭网替 以至于让一些 全然没有施政能力的人 坐上皇位 皇权世袭 在我眼里 当然非常不合理 但在你们 当时那个社会状况来看 是统治者的最优解 那为什么 到底为什么 心 百姓苦 王 百姓苦 因为生产力低 什么 人命剑 是因为一个人 能产生的价值太低 荒年 地主能用一袋粮食 换走一个大姑娘 就是因为这个大姑娘 在没有生产资料的情况下 连独自生产出 这一袋粮食都做不到 第28章 人民 力量 顾曼微微一笑 娓娓道来 人的价值 要从两个方面来理解 一个方面 就是制造的能力 生产粮食 布博 器物 建筑等一切 有价值事物的能力 另一个方面 就是破坏的能力 杀伤的能力 也就是军事的能力 苏一辰皱起了眉头 缓缓重复着他的话 咀嚼着这其中的深意 制造的能力 和破坏的能力 让我们再往前追溯 到更久远的历史去看一看 再往后展望 到2024年我所生活的世界 去一探究竟 在与你所生活的大宋 进行对比 一切就会豁然开朗 往前追溯是多久以前 难道是上古时代 对 正是上古时代 你知道阴伤残暴吗 咒王的名字 自然是听说过的 阴伤时代 难道只有咒王一人残暴吗 这 我给你看看 阴虚遗址 和更远古的人类活动遗址的照片 你看 这个人类头骨高度碳化 竟被置于顶中 你知道 这意味着什么吗 顾曼打开手机 搜索阴虚遗址 探话 顶中 你是说 这个人头被煮过 也就是说 当时的人类 吃人 芒僧 你发现了滑点 在那个时代 吃人确实是一种普遍现象 战败的奴隶 被大量的当作人生祭天 其中相当一部分 甚至被煮熟 成了战胜者的食物 残暴并非咒王独有 上古时代的君王 普遍残暴 誓杀成性 随随便便一次祭祀 就能献祭成百上千人 其余的战败者 则被掳为奴隶 过着诸狗不如的生活 相比之下 你所在的大宋 是不是显得文明昌明的多 刑不上大夫 不许随意买卖人口为奴 权贵府中的家仆用人 多是雇佣关系 虽然吃人肉的事 并非完全没有 但总归是一件 令人恐怖的事情 苏伊辰点了点头 几千年来 世道确实变好了许多 在对比我们这个时代 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 生活着14亿人 他们基本都能吃饱饭 40年来 没有经历过战争 人均寿命 已逼近80岁 在我的家乡 如果哪位老人70岁去世 大家会感叹一句 怎么这么早就走了 苏伊辰热泪盈眶 我知道这世道好 却不知道这个时代的百姓 幸福至此 其实 我们对这样的世道仍有不满 社会还有很多 值得改进的地方 但是 与你所生活的大宋相比 我们确实像是生活在天堂 所以 上古时代人民的生命 比草芥还轻贱 在大宋一旦有战乱 人们命如纸包 而在你生活的时代 人人能吃饱饭 却仍不满足 还想追求更美好的生活 这一切都是因为 所谓的生产力不同吗 Bingo 不愧是状元狼 一点就通 上古时代 人们生产力低下 刀根火重 生产粮食极为困难 哪有多余的粮食给俘虏吃 自己人都还不够吃呢 自然就把战俘全杀了 急眼了 连战俘的尸体 都要主书吃掉 一点肉都不敢浪费 等到了大宋 生产力已经有了相当的发展 有了农具 铁梨 牲畜 还有更优良的种子 每个农民能生产的粮食 远超上古时期 有了鱼粮 甚至能供养起一个庞大的实力阶层 也就是皇族 军队 和世代府文官集团 当然 在大宋 粮食生产还是靠天吃饭 遇到灾荒年 自耕农就容易破产 不得不建卖田产成为电农 所以 土地兼并问题非常严重 钱财和粮食都集中在地主手中 中下层百姓生活非常困苦 而在我们这个时代 生产力的发展程度 是你难以想象的 在华国的某些地区 一个农民就可以耕种上百姆地 这还只是农业方面 事实上 在我生活的这个时代 华国已经不再是一个纯粹的农业国 而是成为了世界工厂 生产着海量的货物 虽然仍有贫困人口 但也不再是绝对贫困 在贫困的人口 出门打工总能赚口饭吃 哪怕是在家当懒汉 也会有扶贫干部 上门送粮送油 粮食 工业品都便宜了 人命自然变贵了 所以 我想拯救大宋 就要发展生产力 宝贝 你真的很聪明 可是你刚才说 人的力量要从两个方面来解释 你刚才只说了生产的能力 那破坏的能力呢 破坏的能力 就要从军事的发展讲起 你知道在春秋时期 打仗都是贵族的事吗 史书上确实有这样的记载 在春秋时期 战争被视为贵族的荣耀之事 那时的战争 有着严格的规则和礼仪 参战的多为贵族及其子弟 他们身着华丽的铠甲 乘坐战车 以一种相对文明的方式进行战斗 所以 换句话讲 暴力机器完全掌握在贵族手中 因此贵族的地位 远远凌驾于平民百姓之上 然而 随着时间的推移 战争的性质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到了战国时期 战争变得更加残酷和激烈 各国为了争夺领土和资源 纷纷采用更加实用的战术和战略 不再距离于贵族的传统 一统天下的大秦 实行的是义务兵义制 即每个满17岁的男丁都要参军 这对于百姓来说固然是极大的负担 但与此同时 普通人的地位有了相当的提高 因为暴力机器逐渐开始掌握在了普通人手中 而大宋实行募兵制 军队主要由职业军人组成 军人地位不高 武将在朝中被文臣压制 这背后有复杂的政治原因 但无论如何 朝廷是恐惧平民揭竿而起的 不希望再出现五代十国时期 兵强马撞者称王的情况 所以喜欢倡导人证 而在我们这个时代 军事力量已经发展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 核武器的出现让顶级大国的统治者 对发动战争有了深深的忌惮 无人机 机器狗等技术的出现 赋予了平民百姓 上至八十岁 下至十岁 不论男女 在不身临战场的情况下 参与作战的能力 所以在这个时代 百姓的地位是空前的 女性的地位也是空前的 因为虽然不是所有人都直接掌握暴力机器 但每个人都有这个潜能 而暴力机器的变化 归根结底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